第21章该不会是剧女诗 原来小哥哥还是一名歌手吗 小美正正地看着屏幕上 那道挺拔出尘的身影 看了好一会儿后 她点开了视频里的评论 此刻一百多万点赞的视频 竟然下面已经有八万多条评论 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天哪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颜值 小哥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 真好看 我要给我男朋友也买一件 这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宣布 这就是我新的老公了 对不起樊樊 我要背叛你了 这首歌好催泪啊 我要去下载 今晚上无限单曲循环 可惜网上只有首一婚一素 另一首阿婆说没有发布出来 大部分都是感慨与夸奖的评论 不过还是有那么几条不好的 什么狗皮颜值 你们这些花痴吹得这么厉害 可别忘了 这是痘音 痘音的美颜多强大 屏幕里是神颜 可能现实中就是一条丝长相 这歌曲也就一般般吧 值得这么吹捧吗 小美看到那些诋毁灵哥的评论 顿时就来气了 她双手飞快地舞动 在屏幕上的键盘上 留下一道道残影 放屁 小哥哥我见过 真人比视频里面更加好看 这么好的哥 这叫做一般 你行 那你上啊 小美直接跟人互对了起来 不就是当键盘侠吗 谁不会 最终看到一群人被他喷得不再发言 他才露出自信的微笑 还有谁 一群战武渣 因为网络许多发布 铃哥唱歌的视频都火了的原因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年轻人 某些直播台跟娱乐公司便有了想法 这个小男生一夜之间火遍全网 不仅长得帅 而且还有才华 这妥妥的 就是一棵摇钱树啊 他们仿佛看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再向他们招手 于是纷纷开始打听 铃哥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大早 服装店的老板王林一开门 便有许多人到他店里买衣服 不仅是那些民国风的 还有汉服等服装都被一且而空 甚至还有许多人愿意花钱定制 生意忽然火爆了起来 一开始 他是猛逼的 不过这毕竟是好事 当他询问了一位顾客后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位在他这里买衣服的小哥哥 火遍全网的缘故 他在网上查了查 才认出来 这人正式买走他得意之作的小哥哥 没想到这小哥哥还是个歌手 没说的 以后必须支持啊 于是乎 林哥便又多出一个脑残法来 经过一夜的发酵 林哥在腾讯音乐上上传的歌曲 下载量居然达到了三百万的次数 一日 天高云淡 暖暖的阳光 透过窗户 照在一张俊朗的脸上 卷翘仿若墨语般的睫毛 轻轻颤抖 一双如同黑药石般的眼眸 透出亮光 林哥坐起身 伸了个懒腰 看到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 他心情大好 不过很快 他眼角的余光 便扫到了左侧床上的什么东西 呀 买蝶 他瞪大了眼睛 惊呼一声 他床上什么时候多了个人 而且还是个女人 他赶紧抱紧了双肩 防止走光 要知道 他晚上睡觉 可都是不穿睡衣的 他的目光打亮着趴在被子表面的女人 嗯 穿着一件米色的大衣 戴着帽子 口罩还挂在另一只耳朵上 乌黑如墨的头发 散乱地扑在被子上 他赶紧将衣服裤子穿上 然后来到了女人身边 唯 他伸出食指戳了戳女人的肩膀 然而 女人却没反应 林哥心里有些害怕 这该不会是一具女尸吧 昨天晚上 一具女尸莫名地出现在他床上 然后同他共同度过了一夜美妙的夜晚 想到这里 林哥莫名地打了一个寒颤 这个画面太诡异了 太惊悚了 他昨天实在太累 居然连房间里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 不知是活人还是死人的玩意儿都不知道 女人的脸是侧贴着被子上的 林哥转换了一下位置 看向女人那半张露在外面的脸 嗯 脸色有些苍白 嘴唇都有些白 不过睫毛很长 脸很小很精致 像个雌娃娃 不会真的是剧女尸吧 他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探向女人的鼻子 他想确认一下 女人是否还有呼吸 还好 女人是有呼吸的 手收回来的时候 一不小心触碰到了女人的额头 烫 仿佛触碰到了一个热水袋似的 喂 醒醒 醒醒 林哥喚了几声 女人依旧没醒 看来是烧得昏迷了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有个女人出现在我房间了 林哥在脑海中国询问着系统 他觉得系统肯定知道这件事 宿主昨晚点了 外卖后大门没关上 然后晚上睡着了 便进来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柳月如 是宿主邻居 昨晚喝多了 走错了房间 系统任务发布 打造一个歌坛天后 林哥微微睁大了眼睛 一双澄澄的眸子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柳月如 就是昨天那个秦社的老板 也是宅男的女神 而现在这个宅男女神 昨晚跟自己在同一张床上睡了一晚 这个任务又是怎么回事 系统 你不要擅自给我发布任务啊 林哥的呐喊 没得到系统回应 看着床上的女人 林哥叹息一声 哎 昨天她得到了人家的吉他 自然也不好 将人家放在这里不管不过 万一真出事了咋办 拿出手机打了个网约车 然后她穿了双鞋 回到房间 将柳月如背在了背上 嗯 身体软绵绵的 背起柳月如出了门 出门的时候 林哥还再三确认了下房门 是否已经关上了 她可不想 又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进入她的新家 虽然林哥这具身体素质目前不强 不过好在柳月如的身材 还是很好的 重量不超过一百斤 她还能够背得动 不过 背着这么个大活人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她的额头上 满是细腻的汗珠 小区门口的中年保安大叔 看着她有些责怪道 怎么把人都整昏迷了 温柔点啊 林哥 大叔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没空跟保安大叔解释 车已经来到了门口 林哥将柳月如带上车 然后便朝着附近的人民医院赶去 第二十二章不像坏人 告知司机大叔说 自己女朋友高烧昏迷了之后 司机大叔点头表示明白 他之所以说是女朋友 不过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放心吧小伙子 叔是三十年的老司机了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叔的极限车所 于是乎 车窗外的景物 飞快地倒退 司机不愧是老司机 不限速的地方 速度开得很快 限速的路段 则是压着限速的临界点开的 林哥的心情不太好 今天就是他的最后一天假期了 本来准备是去将之前出租屋整理一下 把钥匙还给房东 然后好好宅家里休息一下的 他看了看 靠着自己肩膀的昏迷憔悴美人 心里微微叹息 今天的假期 没了呀 车子 还在飞快地前进 不多时 便来到了附近的人民医院 林哥付钱后 背着柳月如进了医院 几个医生护士 将其送进了急证室 林哥擦了擦额头上 泪出的汗珠 长长地吸了口气 今天实在是将他给泪得够呛啊 林哥去交了钱 然后便戴着口罩在医院的急证室外面的座椅上 坐着等待 不多时 医生便走了出来 林哥连忙站起身迎了上去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医生拍了拍他肩膀 别担心 你女朋友就是发高烧晕过去了而已 我们已经检查了 没啥大问题 在医院住院数几天夜就好了 林哥点点头 跟医生到了线 他倒是没有去纠正医生的所谓女朋友称呼 不多时 便看见急证室里 柳月如躺在病床上 已经挂上了点滴 被推了出来 林哥跟了上去 便看见他们将柳月如 推进了一个单独的病房里 然后放到了病床上 这时候 有个年轻的小护士 大眼里冒着金光开口 这是月月吧 有人点头 没错了 虽然有些憔悴 可是难掩那绝美的容颜 也就只有月月女神 才有这样的美貌了 没想到 仙女也会生病 林哥 仙女又不是真的是天上来的 怎么不会生病了 他在想 如果这些小护士知道 他们口中的仙女 昨晚还莫名进入了陌生男人房间 在陌生男人床上睡了一晚 会是什么心情 要好好照顾月月哦 有个护士临走前 还冲着林哥叮嘱 林哥有些哭笑不得 他很想说 其实他跟柳月如根本就不熟啊 只不过昨晚 恩一起 在一张床上睡了一晚上 待会儿 等这姑娘醒过来 就让这姑娘给家里人打电话 让他家里人过来照顾吧 毕竟他们两人非亲非故的 人家一个女孩 总不能让他一个陌生大男人照顾吧 姑姑 正想着问题的林哥 忽然肚子响起一阵声音 他这才想起 这都快中午了 他却连早饭都还没吃 抬头看了看柳月如的点滴 恩 还有很多的 他出去一会儿买个午餐 跟负责这间病房的护士 说了一声之后 林哥便到医院门口的餐馆 吃了个减餐 回来时还打包了一碗稀饭 他心想着 待会儿那姑娘醒过来 至少要吃点清淡的东西嘛 于是他便提着碗稀饭回了医院 等他走进病房的时候 柳月如已经醒了过来 只不过 那精致的面容上 还是带着几分憔悴 看起来有几分弱不禁风的感觉 你醒了 柳月如有些奇怪地看着林哥 他之前已经听护士说了 是个男生送他来的医院 可是他脑子里思考了半赏 也没想明白他认识哪个男生 并且又是怎么来的医院 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望向林哥带着疑惑 请问你是 我为什么会在医院 我记得我昨晚明明回家了呀 声音带着几分迷茫根不解 看着那张病悉尸般的脸 林哥心里好笑 心想你是回家了 不过你回的是我家 可不是你自己家 他将稀饭放到病床边上的柜子上 然后揭开了口罩 被口罩封印的俊美容颜 出现在柳月如的眼前 你好美女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哥 柳月如微微一愣 林哥他自然认识 昨天他的琴社举办的弹唱比赛 获得第一的那个男生 昨晚他只是远远地看见 现在近距离才发现 林哥究竟是有多么的好看 比起这些年 在娱乐圈碰到过的所有男艺人 都还要好看 可是 为什么会是林哥送他来的医院 看出了柳月如心里的不解 林哥便准备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你想想昨晚 你回家了吗 林哥问 柳月如皱眉思索了一阵 然后点点头 他昨晚确实回家了呀 是张晴送他回家的 并且 他回到家 就躺到了床上去睡着了 看着柳月如那精致的小脸上的迷惑 林哥叹了口气 真是个小迷惑啊 我是你邻居 昨晚 我点外卖 忘记关门了 然后 你回的不是你自己家 你是回的我家 柳月如听见林哥这么一说 脸色更加苍白了几分 满脸的紧张之色 林哥心想这就害怕了 待会儿 你要是知道自己 在我床上睡了一晚上 不知道会吓成啥呀 心里忽然来了点恶趣味 林哥继续好笑地说道 我昨天太累了 所以睡得很死 结果今天早上醒过来 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柳月如一脸紧张 发现什么了 该不会就是他自己吧 林哥神秘地道 发现你正躺在我床上 一动不动的 叫也叫不行 我还以为是一句女诗呢 好家伙 把我吓得够呛 扑呲 听到林哥的描述 再想到那场面 柳月如也不知咋的 竟然直接笑出声来 声音十分好听 像是风铃被风吹动 发出的声音 很是悦耳 不过很快他反应过来 这似乎不应该笑 他一个女孩子 大晚上的 跑一个男生床上 睡了一晚上 这真是够惊悚的 不过 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居然没多少害怕的情绪 他莫名地觉得 眼前这个男生是个好人 不会对他做什么坏事 他也不知道 这个想法从何而来的 难道是因为 林哥的长相 不像是坏人 第23章 另一个世界的王妃 看着柳月如的反应 林哥顿时有些无语 这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难道大晚上的 跑一个莫名男人床上去了你 不应该惊慌失措 害怕症结不保吗 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这心也真是够大的啊 他一脸好奇地 看着这个容貌靓丽的女孩 你难道就不怕吗 这么恐怖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怕 不应该哭唧唧吗 这么好看的妹子 哭起来一定也很好看吧 林哥被自己这个想法 给吓了一跳 乖乖 他心里莫不是住了个恶魔吧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连忙甩甩头 将这个可怕的想法给甩出去 柳月如抿了抿唇 瓷白的耳垂 粉红粉红的 像是盛开的桃花一般的颜色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 你看起来 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吧 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他在心里加了一句 林哥一愣 心想 我可没你想得那么好啊 昨晚不过是因为睡得太死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林哥没在说什么 而是将稀饭得给了柳月如 吃点东西吧 柳月如点点头 然后纤细白嫩的手接过 拿着勺子 一勺一勺地吃了起来 吃相挺优雅的 林哥不知道 他私底下是不是也这样 对了 美女 你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 你生病了的事 柳月如拿着勺子的手轻轻一顿 情绪忽然间有些低落 我没有家人 林哥 对不起 柳月如摇摇头 没什么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出车祸去世了 我只有一个奶奶 我是被奶奶带大的 不过她去年也离开了 林哥点头算是明白了 这姑娘比自己还要惨一点啊 自己这辈子 好歹还有个老妈在 可这姑娘 茫茫人海 就只有她自己孤身一人 林哥有些不敢想象 那会是何种的孤独 我昨天其实在现场 听了你的歌了 唱得真好 特别是那首 阿婆说 我特别喜欢 说到这里 她有些期盼地看着林哥 那双桃花眼水盈盈的 楚楚动人 你 能再唱一遍给我听吗 林哥微微一愣 旋即点头答应了下来 唱唱歌而已 也不是什么难事 自己的歌声 如果能给人带来力量的话 这也是一件十分不错的事 她只病床边上的沙发上坐下 轻轻开口 轻柔而温暖的男生 在病房里响起 男男呀 不要调皮 坐下听听阿婆说 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 风铃呀 清香鸟 清唱远处谁在河 清了彩虹 经了云朵 伪成龟客 帅气的小哥哥 在温柔地唱着 漂亮的小姐姐 在仔细地聆听 这一幕看起来十分的美好 十分的和谐 十分的浪漫 不多时 病房的门口 已经站了好多个护士小姐姐 她们痴痴地看着病房里 那一幕美好温馨的画面 她们没有出声 也不愿惊扰 等你老了 阿婆走了 你要记得 把这香音教会玩怎么说 把这香音教给你的男男哟 回头看看 雨水过后 少了冷漠 来吧 阿婆等你还在那村落 林哥很快就唱完了这首歌 不过此刻柳月如 已经再次泪流满面 这首歌 总是能将脑海中过去 与奶奶生活的画面勾勒出来 仿佛就像是一只 拥有神奇魔力的画笔 喜欢这首歌吗 林哥问 嗯 柳月如点头 她很喜欢 很喜欢这歌曲里描绘的画面 那你想唱这首歌吗 林哥又问道 柳月如愣了愣 玄机明白了林哥的意思 她有些激动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 林哥这意思 难道是说 将这首歌拿给她唱吗 因此 柳月如才会激动了起来 因为 她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林哥点头 证实了柳月如的想法 我们可以合作 我知道你的情况 之前系统发布任务之后 林哥便在系统那里 了解了一下柳月如的情况 她才明白 为什么当初那么红的柳月如 忽然就淡出娱乐圈了 原来是得罪了资本方 被血藏了 想要完成系统的这个任务 那么必然就得首先替柳月如 找回失去的名气 然后再为柳月如 量身打造一张 销量突破一千万张的唱片 在年底的时候 再得到音乐网的年度 最佳金曲奖 最佳歌手 这样方能够成为 这个时代的天后 于是 林哥继续说道 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张专辑 里面的歌曲全部 由我亲自创作 柳月如此刻漂亮的大眼睛 睁得更加大了 林哥为何会知道她的处境 而且还说 要为她制作专辑 所有的歌曲 全部亲自创作 这是为何 林哥继续道 不过我有个条件 柳月如有些激动 什么条件 在她看来 林哥有条件 这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然 天下又没有免费的午餐 平白无故的 人家凭什么帮你 而且 她也不愿意欠别人人情 有条件 在她看来 反而更好 你专辑销售所赚的钱 我要五五分成 林哥说道 反正系统任务已经发布了 她也是要帮助柳月如 登上天后之位的 乘机捞点油水 何乐而不为呢 柳月如倒是没有觉得 林哥的实力 能够达到 造出华语乐坛天后的地步 但是她也知道 林哥的创作实力 十分不简单 她如今根本没有 词曲大师会帮他 想要重新在娱乐圈里站起来 那么只能依靠林哥 因此 别说是专辑林哥要五五分成了 就算是利润林哥要全部拿走 她也会同意 因此 相反 林哥的条件在她看来 都不算是什么条件了 好 我答应你 柳月如坚定地说道 机会已经来了 如果她再不抓住 那她就是傻子了 这个机会 让她看到了希望 挑战李奇的希望 此刻 柳月如的心里 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脸上满是坚定之色 林哥看着暗自点头 果然 自信的女人 是最美的这句话 一点也不假 两人约定就此达成 林哥又对柳月如说道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我好判断创作的方向 当然 其实是好判断 适合抄哪些歌曲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你就唱唱我刚刚唱的 阿婆说吧 柳月月点头 然后便开口唱了起来 林哥眼睛一亮 这个声线 跟前世的王妃十分相似 空灵而又飘渺 林哥此刻心中 已经有了一些歌曲的想法 第24章上传小说作品 柳月如的确是个好苗子 长相气质 跟前世16岁颜值 巅峰时期的刘依菲相似 但五官的比例还要更加完美一些 声音则是跟王妃差不多 这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那个灿心于乐 居然打压这样一个 有天后前置的人才 让明珠蒙尘 实在是目光短浅 林哥在心中思考 以后可以将这个柳月如 迁到自己工作室来 他考虑得很长远 已经想到了 以后开工作室的事情了 有系统这样的挂载 他怎么可能还去别的公司 帮别人打工 那是不可能的 前世作为一个十八线小歌手 他深知资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所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随后他又觉得自己想的 似乎有点太远了 目前口袋里就几万块钱 还想啥工作室呢 先想办法赚钱才是王道 之前发布的那首歌 要下个月才能结算收益 目前他还能做什么事 能快速来钱的呢 林哥促眉沉思 叮咚 恭喜宿主声望值 已达到声望值达到五百万 奖励宿主小说盗墓笔记 触手怪技能 请宿主再接再厉 获得更多的声望值 林哥顿时眼前一亮 他正愁着想办法赚钱呢 结果这不就来了吗 盗墓笔记 这本小说当初在天涯贴吧上 已经连载 便获得无数人追更 后来作者更是凭此直接出圈 书籍一经出版 买出上千万册 作者南派三叔 更是凭借此书 吃了一辈子老本 各种电视剧 电影版全卖的收钱 收到手软 这是一部现象级的剧主 只是林哥有些不明白 自己怎么一夜间 又多出这么多的声望值 在脑海中询问了系统后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昨天唱歌的视频 被观众发布到网上 此刻已经席卷全网 关于他唱歌的视频 则是已经拥有数个点赞破百万的 想到获得了这么多的声望值 林哥顿时就开心了起来 就连嘴角都微微翘起 心情十分不错 一旁病床上的柳月如 则是有些不明白 林哥怎么忽然就发起了呆 然后还嘴角勾起 心情十分不错的样子 难道是因为自己答应了他的条件 所以才这么高兴吗 可是 该高兴的不应该是他才是吗 他得到了林哥的帮助 为他写歌 他终于可以有机会 重新踏入那个圈子 林哥回过神来后 继续说道 这首阿婆说 你可以先录制发布到网上 我还会为你再创作一首更好的歌曲 让你重新找回人气 至于发布制作专辑的事情 目前我还没钱没人卖 再说了 现在你的人气不行 就算发布出来 没有宣传也卖不出去几张 所以得过一阵 我们可以先加一个微信 然后我先把这首歌的歌词曲谱发给你 柳月如点头答应 他也明白 一张专辑至少要有十首歌 十首歌自然不是那么好创作的 而且还要联系制作方 甚至还得有宣传之类的东西 光是宣传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柳月如好看的秀眉促起 沉思了起来 如果实在没钱 那么或许他可以将那栋房子卖掉 孤注一掷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必须赌一把 否则 他就永远也追赶不上李奇那个绿茶了 晚上的时候 林哥问了医生 医生说柳月如已经没啥大问题了 连烧也基本退了 便跟其道别后 便直接回去了 回到家 胖子的电话便又打了过来 好家伙 老林你压的 这两天是热搜附体了是吧 怎么隔三差五的就上热搜啊 林哥笑着回答 意外 意外 跟胖子通完电话后 林哥吃了个晚饭便将 阿婆说的词曲写了下来 然后还在系统那里 花费十万声望值 兑换了一首 传奇 将词曲用word写下来后 一起传给了柳月如 那边正坐在医院病床上的柳月如 正在看娱乐新闻 他看到李奇已经开始在网上宣传了 人气歌手李奇将于半年后发布新专辑 人海 这张专辑主打歌 人海 由词曲大家王熙所作 不知能否一举登顶天后宝座 我们拭目以待 李奇 柳月如攥紧了被子 这时候 手机微信消息来了 是林哥发来的 他连忙打开信息一看 那是两首歌曲的词曲 一首是 阿婆说 一首则是 传奇 阿婆说他已经听过了 于是将重点放在了后面的这首 传奇 上面 虽然他不会创作 可是看曲谱歌词 却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看着开头的歌词 他就已经瞪大了眼睛 这首歌 绝对是一首特别好的歌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他看着曲谱轻轻地哼唱 越唱便越是心惊 这首歌 有成为现象级歌曲的前置 他觉得这一首 比林哥之前的那两首还要好 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曲 这是何等可怕的才华 可是 林哥自己都没唱 却将这首歌给了他 明明素不相识 为什么 要对他这么好 柳月如的眸子中 因吟起丝丝水雾 娇俏的精致小脸上 满是感动 他单纯亲戚 谢谢你 林哥 他在心里决定 这两首歌发布所获得的收益 他会全部一分不少的 都给林哥 先瞪白皙的手指 在手机上打出两个字 谢谢 然后点击了发送 林哥自然也看到了柳月如的回复 回了句 既然感谢 那要不要以身相许 回复之后 他便在思考这个世界的网文了 这个世界的网文 目前还属于比较落后的时期 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武侠 或者历史一类的小说 就类似于那种主角跌落悬崖 然后碰到了爵士高手留下的武功秘籍 从此开始崛起密西一类的故事 就连仙侠都还没有 更别提盗墓笔记这种另类的题材了 盗墓笔记 一共有八部 分别是 盗墓笔记 一七星鲁王宫 盗墓笔记 二青岭神术 盗墓笔记 三云顶天宫 盗墓笔记 四蛇则鬼城 盗墓笔记 五米海归巢 盗墓笔记 六英山古楼 盗墓笔记 七穷龙十影 盗墓笔记八大结局 林格决定 先连载 盗墓笔记 一七星鲁王宫 在这个世界上 目前小说网站并不多 最有名气的 便是起点中文网了 这里汇集了目前大部分的读者 最多的网文大神 被誉为新人作者的坟墓 如今娱乐圈里 许多的电视剧 便是来自这里的网文 林格之所以选择这里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网站的版权 是属于作者的 网站只能征得作者同意后 才能将版权售卖 售卖的版权费 则是跟作者三七分成 如果作者不同意售卖 那么网站便无权出售 作者的版权 这是林格最看重的一点 因为他知道 盗墓笔记 最赚的绝对是版权费 而不是那点订阅 林格来到书房 打开了电脑 他先登录了 起点中文网网站 打开了作者注册界面 起了什么笔名好呢 看着注册界面 林格陷入了沉思之中 想了想 他输入了一个笔名 君临天下 将来他可是要登顶娱乐圈的男人 这个名字跟他很配 将作者账号注册完成之后 林格便新建了书籍 随后 他便开始马起了自来 五十年前 长沙彪子岭 四个土夫子 正蹲在一个土丘上 所有人都不说话 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洛阳铲 铲子里还带着 刚从地下带出的土 奇怪的是 这一杯土正不停地 向外伸着鲜红的液体 就像刚刚在鲜血里战过一样 因为获得了触手怪天赋 所以 林格的马字速度十分之快 几乎达到了两万字 每小时的恐怖程度 要知道 一般的大神级别的作者时速 也不过是一小时五千字 便已经顶天了 一些萌新可能只有一千字 每小时的速度 可是林格此刻 竟然是两万字每小时 他白皙的手指 在键盘上快速地敲击 只留下一串串的幻影 竟然是连肉眼都看不清 他的手指的律动了 最终 五个小时之后 林格直接码完了十万字 这速度 简直甩那些大神级别作家 N条街 新建好第一卷 七星鲁王宫后 林格直接上传了五万字上去 他用的是五千字一张的大章 所以上传了足足十张 网文这种东西 需要排推荐 推荐之后再次上架 所以现在还不是爆更的时候 上传完五万字后 林格便关闭了电脑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还得等待明天编辑审核 恰好 明天国庆假期也过去了 编辑刚好结束假期回来 晚上 林格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他又回到了前世 舞台上的主持人宣布 年度最具影响力钻石唱片 年度最具人气 顶流至尊天王得主是 林格 然后 在某德华 某学游等老牌天王的羡慕之下 他缓缓地上台领奖 谢谢大家 能够获得这个奖 我真的是意想不到 首先 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然后还要感谢我的粉丝们 没有你们 就没有我的今天 第25章神作啊 浅灰色格调的房间中 林格侧躺在床上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就好像是梦见了什么美好的事物 然而下一刻 叮叮叮 床头柜上的闹钟响起 林格被迫从美梦中醒来 睡眼惺忪的林格 伸手将闹钟关掉 然后有些遗憾 他在梦中才把获奖感言说完 还没有领到奖杯呢 结果就被这破闹钟给吵醒了 对此 他心情不太美丽 可恶 这个该死的梦 为什么不先发奖杯 再说获奖感言呢 明明正确的顺序 就应该是先拿了奖杯 将奖杯举在手里 然后说获奖感言的 这让他有些遗憾 梦中那些大佬们 羡慕额目光 简直不要太美妙 起床洗漱完 穿上一件浅灰色卫衣 一条淡蓝色牛仔裤 脸上上一个黑色的口罩 林格便出了门 外面 天高云淡 阳光温柔 林格所住的小区 距离魔渡大学有一段距离 因此只能坐地铁前去了 等他有钱了 他首先应该买一辆车才是 那样的话 到哪去都方便 地铁十分拥挤 现在正式上班的高峰期 林格站在人群中 被挤得感觉自己 都快成一张纸片了 这更加坚定了 他想要买辆车的决心 好不容易下了地铁 林格便赶往了学校 而此时距离他们离校 已经只有不到半个月了 半个月后 他们就将离开这所学校 前去外面实习 而大四的学生 则是会回来最后的 拿一次毕业证 办一场晚会 当然了 晚会是由大三的学弟学妹们 准备表演 为他们送行 早上九点 楚冰冰便已经坐在了 办公室的电脑桌前 她穿着黑色的女士西装 一条黑色的女士短裙 以及黑色的丝袜 精致成熟的脸上 戴着一副银色边框眼镜 眼角一颗类质 更为她高冷的气质 平添了几分妩媚之态 她是起点中文网的编辑 每天负责审核 网文作家们上传的作品 以及判定作品 是否具备签约条件 如果申请签约的作品 具备签约的质量 那么她便会给作者 发去电子合同 最快当天 就能完成合同签订 不过 其实她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起点中文网 董事长的女儿 她做编辑的职位 也不是死体验熟悉 跟体验工作岗位而已 这样更便于她之后 管理整个起点中文网 她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然后坐在电脑桌前喝了一口 一只手开始滑动鼠标 审核后台新上传的小说 点开几篇看了看 没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便给予了通过审核 不过她并没有发现 什么有潜力的书 比如 她现在翻看的这一本 开局便是主角被仇家追杀 来到悬崖边 接着 仇家将其打落悬崖 随后主角意外地 跌落到一个天然形成的台阶上 并且 她面前还有一个山洞 于是 主角进入山洞 看到了前辈高人的尸骸 并且还发现了一本武功秘籍 老掉牙的套路 她在心中感慨 每天审核的书 十本有八本 都是这样的 这导致她严重的审美疲劳 给予通过 她接着翻看下一本 这一本讲的是 四岁时的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主角一家除了主角外 都被坏人杀害 然后主角踏上了学艺报仇之路 嗯 没啥违规之路 点了通过 接下来的一篇 是讲的主角为了报仇 然后任贼作父 前夫在仇人身边 做仇人的义子 伺机报仇的故事 没违规 继续通过 就这样 楚彬彬一连看了十几本 基本都是杀父之仇 夺妻之仇 灭门之仇之类的 感觉就像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 换汤不换药 每天看这些文 她头都大了 伸出双手 轻轻揉了揉太阳穴 她又继续接着看了起来 这篇小说的名字 有些独特 因为目前他们网站的名字 大多数是 传 寄件之类的名字 可是这篇小说的名字 她从未听说过的类型 盗墓笔记 一本盗墓的笔记吗 盗墓也能写成小说吗 不就是将木挖开 然后将里面的东西偷走吗 这有什么可写的 楚冰冰此刻 升起了一丝好奇心 她想看看 这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于是她看起了简介 50年前 由长沙土夫子 盗墓贼 出土的战国博书 记载了一个 奇特战国古墓的位置 50年后 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 在他的笔记中 发现这个秘密 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 盗墓贼 前去寻宝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古墓 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七星一观 这神秘的墓主人 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能不能 找到真正的观国 一看完这个简介 楚冰冰只觉得 呼吸都粗了几分 心里生起一股浓烈的好奇 七星一观是什么 青眼狐狮 是狐狸的尸体吗 为什么是青眼 九头舌百 这是九个头的蛇吗 这一切仿佛 在向她展示一个 无比奇妙的神秘世界 一个目的的世界 她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 五十年前 长沙彪子岭 四个土夫子 正蹲在一个土丘上 所有人都不说话 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洛阳铲 铲子里还带着 刚从地下带出的土 奇怪的是 这一杯 土正不停地 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 就像刚刚在鲜血里 占过一样 这下子麻烦大楼老烟头 把她的汗烟在地上 敲了敲 下面是个血尸杆 弄不好我们这点当当 都要撂在下面哦 我咋说说错了 老祖宗不说了吗 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 下面宝贝肯定不少 不下去 走嘎一炉锅汤 楚冰冰已经完全地陷入了进去 她跟随着主角 进入了那个神奇 而又玄妙的地下世界 不久之后 她看到主角身边的人 全部消失了 只留下主角一个人 跟一口七星关呆在一起 并且关键时刻 主角的电筒 居然要熄灭了 楚冰冰顿时就感觉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然而 她还准备往下翻看 看主角究竟会 独自遭遇什么的时候 却已经没有了 没了 怎么关键时刻就没了呢 她嘀咕了一声 随后像是捡到了宝藏一般 给这篇文点了通过 并且发送了签约邀请 签约除了自己申请以外 编辑看到好的作品 也是可以直接发签约邀请的 她有一个预感 这篇作品将引领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一篇画时代的作品 她有预感 网文创作 百花齐放的格局将要来临了 想到这里 楚冰冰直接找到了运营 让运营破例将这篇文 直接放到了网站首页的风推上 起点中文网的大风推 是要经历四轮PK的 当四轮PK结束后 最终选出三本数据最好的 在AP跟网站 web首页最上方的横幅上 轮番展示 这个风推效果 是极为惊人的 一个三天的风推结束 成绩最好的 基本都能涨三十万的收藏 要知道 起点中文网的日活 也不过才几百万而已 本来楚冰冰只是一个编辑 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可是 谁让她是董事长的女儿呢 董事长的女儿 而且 未来也会是接班人 运营自然要给她面子 因此 直接将一本 还没签约的三万字作品 给放到了风推上 徐更华 是起点中文网的 白金大神作者之一 其文笔 以简约豪放著称 能以最简短的文字 激发读者最强的代入感 其文笔不可谓不深厚 她的作品《鸳鸯蝴蝶剑》 现在便是在起点的大风推上面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点进去 看看 涨了多少收藏 这收藏是时时更新的 她点开看了看自己的 鸳鸯蝴蝶剑 嗯 已经总计五十万收藏了 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是她有史以来写文的最高收藏了 看完自己的收藏后 她心满意足地 退出自己书籍界面 这本书 万定文了 然而 忽然她发现了不对劲 什么时候 又多了一个封面推 以往可都是只有三个位置的呀 今天居然有四个 封面推上的其他两本书 她也知道 而且 作者也是她认识的 都是老牌作者了 她点开多出来的那本小说 然后便是直接愣住了 这是开玩笑吧 这可是封面推 可是这本小说 确实连个封面都没有 直接就是一个原始封面 几个字在原封上面挂着 盗墓笔记 作者 君灵天下 她瞳孔微微一缩 这个书名 好独特 好奇地点开 她便看见了简介 然后 不可一指地被吸引了 接着 她便点了进去 内容更是她从未见过的网文类型 作者仿佛亲身经历过一场矿石的地下冒险 很快她就看完了 然后瞪大了眼睛 呼吸急促 这篇小说 要封审 简直就是一部跨时代的作品 其想象力天马行空 无与伦比 徐更华点击了打赏 他直接打赏了十万起点币 也就是人民币一万块钱 起点中文网 如果有人打赏 金额达到一万块的话 便会在首页上 轮播某某打赏 某某书籍 十万起点币 徐更华可是起点中文网的白金大神 他的粉丝达到好几十万 很快 他这一条打赏 便被书友们发现了 然后都好奇地点进了 盗墓笔记 一进去 就出不来了 第26章 有些人一出生 便是别人的终点 卧槽 神作呀 看得我头皮发麻 怪不得西红柿大神要打赏 这书绝绝子啊 如此好说 怎么不赏 不过我比较穷 就打赏一千书笔好了 作者快努力更新啊 好想把作者绑在椅子上 更 给老子使劲更 把手指都敲肿的那种才行 而除了被西红柿大神打赏 吸引进来的人 还有的则就是看到 风推好奇点进来的人 比如此刻 正坐在林哥身边的胖子王磊 王磊是一个小说的 众多爱好者 照他的话说 就是女朋友什么的不重要 小说跟游戏 就是他的女朋友 他们这节课 是一节工程类的课 不过 王磊平时几乎都不怎么听课 照他说的话就是 他将来毕业了 是不会去做工程方面的工作的 因为他没有兴趣 既然已经决定了 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因此 也就没必要好好学习了 还不如多看看小说 平时的话 他喜欢追正版小说 因此 他都是在奇点网追更新 他最喜欢的作者 是奇点的《秦龙》跟《西红柿》 不过一个人的书肯定不够看 所以他也会时不时地 去淘一些别的作者的书看看 有喜欢的也会追 作为奇点网的一个老读者了 他自然是知道 奇点轮播风推的 不过那三本书 他都加入了书架 而且最新的更新 也已经看完了 他正准备逃书的时候 却是发现 风推上轮播出一本 封面都没有的书 搞什么 封面都没有 也能叫风推 盗墓笔记 这是什么书名 难道是一本笔记吗 于是怀着好奇之心 他奠基了进去 好家伙 里面的评论已经上千条了 打赏也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十万奇点币 下面一堆求更新的书友 王磊看了看这篇小说的字数 居然才三万字 什么时候 三万字的小说 居然能有这样恐怖的数据了 这该不会是这个作者刷的吧 不过很快 他便打消了这个疑虑 因为他看到这本小说 下面显示的粉丝里 豁然便有一个排在第一的 打赏了价值一万块人民币的奇点币 而且 这个人还是他也经常看的 大神级别的作者西红柿 卧槽 西红柿都打赏了 没想到连起点白金大神 都给这本书打赏了 这使得王磊对这本小说 更加好奇了 他连忙看起了简介 七星一观 青眼狐狮 九头舍百 等等一个个新鲜名词 顿时令他心潮澎湃了起来 于是他带着强烈的好奇点了进去 越看 他的心情越是激动 时不时的浑身冒起鸡皮疙瘩 以至于 他直接看出了神 等到不久之后 三万字看完了 他直接大声惊呼了出来 卧槽 怎么没了 此时正是上课期间 老师正在给同学们 分析着工程力学 结果叫着叫着 直接一个大嗓门 在课堂上喊出声 顿时 他停了下来 全班本来正在听着课的同学们 也都停了下来 然后纷纷转头看向 坐在最后一排学渣位置处的王磊 胖子发现 众人都看着他 然后摸了摸后脑勺 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各位 等到众人继续上课之后 胖子才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他身旁的林哥 老林 我跟你讲哦 胖爷 刚刚发现了一本神作 本来正闭目养神的林哥 看着胖子 一副神神秘密的模样 便问道 什么神作 胖子 将手机递给林哥看 他指着屏幕上小说的主页 就这个 一本前无古人的小说 一本神作 盗墓笔记 我跟你讲哦 他主要说的是 主角一行人下到墓里面 经历一系列神奇 而奇幻般的冒险 林哥 胖子所说的神作 不就是昨晚他熬夜马自上传的 盗墓笔记吗 这个作者真是太牛逼了 居然能想出这么天马行空的作品 简直就是 我的偶像 哼 不知道胖子知道这个书 其实就是他的 会是什么表情 不过胖子这性格 这长相 跟书里的王胖子相差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 王胖子本胖了 以后等着他有资金了 就将这排成电视剧 到时候 可以让胖子来出演里面的王胖子这个角色 毕竟 这个角色 甚至不太需要演技 王伟本色出演就行了 想必效果 应该十分不错 看来 得早点积累资金了呀 今天回去就上传的十万字 目前七点中文网的作品 普遍都是不超过百万字的 因此 上架也是很早的 十万字便能够上架了 今晚上传几万字 联系下编辑直接就上架 趁着目前在风推上面 应该能赚一步快钱吧 林哥心里想着 然后他又想到了胖子 不知道胖子心里是什么想法 将来愿不愿意往娱乐圈方面发展 胖子 咱们这个月结束就要离校了 你有什么打算 他想知道胖子的计划 毕竟 胖子是他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总不能看着胖子整天就是游戏吧 虽然玩游戏也可以 但胖子那水平 那是没指望靠玩游戏出头的了 胖子微微沉默 我也不知道 工程方面我确实是没兴趣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也许会回家继承我爸的一栋公寓楼吧 那栋楼里一共有三千多户 我可能就躺家里每天打打游戏 然后月底就收租吧 林哥 怪不得胖子的衣服都是些高级货 平日里还老是在游戏里各种课金 而且 面对钱这方面 胖子表现的也不是很在乎 平日里 他们宿舍谁需要钱了找胖子见 胖子也很大方 原来这家伙家里竟然有一栋楼 你敢想 一栋楼啊 那栋楼的位置是 林哥颇为好奇 就在摩都啊 胖子毫不在意地说道 林哥 他简直倒吸了一口凉气 摩都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拥有一栋楼 里面有三千多户 摩都的公寓 一个月起码要好几千 然后三千户 也就是 胖子一个月啥也不做 光收租能净赚一千多万 这 人跟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那么大呢 果然 有些人 一出生 就已经在了别人一辈子也到达不了的终点 你爸是做啥的 林哥倒是对胖子的老爸 好奇了起来 能够买下一栋楼 那得需要何等的财富 他早些年是做海鲜生意的 年轻时赚了些钱吧 就买了栋楼 后面几年海鲜生意不好做了 他就啥也没做 靠着那栋楼收租躺平了 老林你呢 准备做啥 我看你唱歌这么好听 你是准备去娱乐圈发展吗 林哥点点头 嗯 可能先从一个歌手做起吧 后面 也许还想尝试一下演员 导演 之类的 林哥实话实说 因为他已经从系统那里了解过了 系统那里 可以用声望值 兑换演技 导演技术 等东西 既然如此 那他就有必要将前世那些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 发扬光大 所以 以后他都会去尝试 胖子眼前一亮 老林 要不我来给你做经纪人呗 娱乐圈 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你想啊 要是以后有狗仔偷拍你 我往你面前一挡 他不就偷拍不到你了吗 林哥 嗯 你这个作用还挺大的 胖子想做他经纪人就做吧 不过经纪人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有的忙 不过 既然胖子想试试 那就让他试试吧 经过一天的发酵 起点中文网上的盗墓笔记 已经快速地登顶了新书点击榜第十的位置 要知道 这可是可才一天不到啊 而且看小说的很多人都是晚上的时候看 这还没有到这本小说日点击最巅峰的时候 看着这个成绩 楚冰冰心满意足地点头 然后他找到了美公主的刘红 小红 你给我制作一个封面 对于未来董事长的话 小红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连忙点头答应 最终在修修改改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封面制作完成了 那是一口造型古朴的青铜棺材 上面还有花纹 彰显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楚冰冰对这张封面很满意 直接动用权限给盗墓笔记上传上去了 下午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林哥接通电话 您好 请问是林哥先生吗 嗯 我是 林哥回答道 我们这里是斗音的 我想请问 你有签约直播平台做主播的想法吗 林哥也没想到 原来斗音想签约他当主播 不过他直接考虑一下 都没有 便直接拒绝了 对不起 我暂时没有做主播的想法 那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林先生改变主意 那么我们斗音随时欢迎 虽然做主播 确实是能够短期内赚到钱的 不过林哥并不想去做主播 因为一旦成为了主播 那就会给人留下一个网络主播的印象 逼格直接下降好几个档次 你见过哪个天王天后级别的人物 天天直播 或者带货的吗 下午放学 林哥回到家里 过了没多久 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 透过猫眼 朝外面一看 一张绝美精致的脸蛋 映入眼帘 正是柳月如 林哥打开房门笑道 今天出院了啊 柳月如点点头 他清纯的小脸 微微有些红 那个 我在家里做了饭 想请你吃个饭 谢谢你昨天送我去医院 第二十七章 咋都成熊猫眼了 林哥摸了摸肚子 刚好他也有些饿了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 这还是林哥两辈子 第一次去女孩子的家里 柳月如的家里的格局跟风格 跟林哥是差不多的 一走进去 便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十分好闻 柳月如给林哥 倒了一杯泡好的茉莉花茶 林先生你坐 我去弄菜 林哥点点头 然后柳月如便系着围裙 往厨房去了 菜是已经切好放在那儿的 直接炒就行了 林哥坐在沙发上 看着厨房里 那道气质出尘的身影忙碌着 事实证明 人长得好看 就连做菜 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林哥静静地看着 他在想 如果有个人这样 天天给自己做饭 那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柳月如的动作挺快的 将菜下锅 翻炒 不多时 浓烈的香味便开始蔓延 红椒肉丝 水煮肉片 土豆牛肉 冬瓜排骨汤 以及一个空心菜 一个连白 等到林哥夹起一块红椒肉丝 放进嘴里后 柳月如有些紧张地看着他 一双漂亮的桃花眼梨 有些许不安 好吃吗 嗯 味道香甜 比起外面的餐馆 做得还好吃 很不错 没想到小月月做的菜这么好吃 小月月 柳月如脸微微一红 嘟起嘴 什么小月月 我比你大好几岁好不好 哈哈 看着柳月如的模样 林哥直接笑了起来 这小妮子 还挺有意思 前世 她可是三十多岁了 柳月如才二十三岁 在她眼里 自然是个小妮子 对了 你怎么叫月如 为什么不叫林儿 林哥好奇地问道 明明 柳月如的气质跟长相 都跟林儿更加相似 林儿 柳月如绝美的小脸上 满是疑惑 等到吃晚饭林哥离开之后 她还在想着 林儿是个什么梗 难道是什么网络上的新梗 可是当她在网上各种搜索 依旧没有找到 这是个什么梗 林哥吃了一顿柳月如亲手做的大餐后 心情大好 这种不用自己动手煮饭 还不用洗碗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美妙 此刻 她觉得柳月如 简直就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啊 做饭又好吃 声音又好听 人长得还漂亮 简直是标准的老婆人选 哼着小曲儿 回到自己的书房 林哥便将电脑打开 进入了作者后台 此刻 便看到了后台上的邀请签约的信息 她按照上面的只是填好后提交了合同 然后又点开书籍首页 看了看里面的评论 果然 这种新颖勾人的题材一发布 便已经火了起来 此刻的收藏 已经来到了20万个 要知道 这才一天啊 一天的收藏就涨了20万个 这是何等可怕的概念 就算是那些白金大神 也达不到这个数据吧 而下面的书评区 则是已经有了几千条评论 全是留言催更的 看了一眼后 她便又返回了中作者后台 按照系统消息 添加了泽边彬彬的社交账号 然后 她便将自己的七万字存稿 上传了上去 接着便继续码字 随着存稿上传上去 盗墓笔记的字数 也达到了十万字 明天完成签约之时 便是上架之时 然而 此刻其实有很多人 都在等着军临天下的更新 因为他们 已经完全陷入进去剧情里面了 迫切地想知道 主角接下来将会遭遇什么 胖子此刻正躺在学校的宿舍里 其实他完全可以回他自己家住的 不过一来 他嫌每天来回跑麻烦 二来 他觉得 没有住大学宿舍的大学生活 是不完整的 他本来也没有觉得 盗墓笔记会更新 不过 他打了几句游戏后 还是习惯性地打开了APP 睡前看会儿小说 是他的习惯 结果他一打开 就看到书架里显示 盗墓笔记 已经更新了 然后他迫不及地点了进去 好家伙 这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 直接看了个爽 但是对后面剧情的发展 他更加好奇了 看完之后 他直接打赏了十万书笔 然后他看了看字数 居然已经来到了是十万字 居然今晚更新了七万字 牛逼啊 他直接在书评区里面 打下了几个字 君临天下大大永远低神 人家想跟你生猴子 然后 他才心满意足地睡下了 跟胖子同样情况的人 不在少数 好多人直接熬夜 看完了这七万字的更新 第二天顶着个熊猫眼 去上班上学 痛病快乐着 晚上林哥有码了四万字 耗时两个小时 然后便上楼回房间睡觉去了 打开手机的时候 看到了社交账号上的消息 你好君临天下大大 你的书写得太好了 我是你的泽边冰冰 以后请多多关照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哦 我一定第一时间处理 要是有人看到楚冰冰发这样一条消息 绝对会是惊掉一地下巴 因为楚冰冰平时在公司里 都是一副冷山美人的形象 再加上她是未来的董事长 可以说就是标准的女总裁 公司里的男同事们 其实不少的都对她有好感 不过她平时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距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 那些男同事们 只可远官不可泄完烟 她之所以对林哥这态度 是因为她也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 成了林哥的书粉 林哥看了消息后 想了想 便回复道 今天我已经将书更新到十万字了 则编大大明天 就帮我设置上架吧 楚冰冰看到这条消息一愣 盗墓笔记十万字了 她连忙打开AP追了起来 而这种题材本就新颖 她又是一个人住的 一套她自己买的公寓 因此 她在家里看得头皮发麻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 她往眼睛周围 抹了好后一层粉 才遮住那黑眼圈 林哥第二天 戴着口罩去上学时便发现 好多人都趴在桌子上睡觉 整个班级里 三分之二的人都精神违靡 林哥心中疑惑 这是咋了 难道昨天晚上 都去偷牛去了吗 来到最后一排的位置 坐上 林哥看着无精打采 昏昏欲睡的胖子问道 胖子你怎么了 这黑眼圈有点重啊 胖子回答道 昨晚熬夜看小说了 你是不知道啊 盗墓笔记太好看了 最主要是昨晚 君临天下 大大直接报更七万字 我熬夜将其看完了 原来如此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回事 胖子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看完后 便将链接分享到班级群里了 然后还发了个书的简介 在我强烈推荐下 他们估计都去忍不住去看了吧 林哥 不多时 老师来到了班上 而他 同样也是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这杰克 自习 然后说完 他便趴在了桌子上睡了起来 于是 整个班级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三分之二的学生 加上老师 居然都在睡觉 而此刻 张晴已经来到了林哥的房门外 他在那按了好几下门铃 结果都没人出来开门 张晴皱起眉 这小妮子 难道又睡着了 可是不应该啊 明明是柳月如打电话叫他过来的啊 而且 这里确实就是柳月如的房子吧 前两天他还来过呢 于是 他便给柳月如打了个电话 很快 电话那边就被接起 喂 秦姐你到了吗 张晴回到 当然到了 而且我都在你家门口 按门铃按了好久了 哦 你等等 我马上开门 然后柳月如打开房门 结果门口空一个人都没有 忽然他睁大了眼睛 像是想到了什么 上次 张晴送他回来的时候 他因为喝多了酒 直接走错了房间 估计张晴 是将林哥的房子 当成是他的了 真是一个误会 他连忙走了出去 转个弯 果然看见 张晴正站在林哥的房子门口 秦姐 这儿 张晴看着身后的柳月如 一脸的疑惑 怎么从背后冒出来了 不是说在屋里吗 看张晴还在发愣 柳月如便过来 带他进了他自己家 张晴明显还是一脸的疑惑 月如 这才是你家 柳月如点点头 没错 张晴还是没能想明白 那上次我带你进的 柳月如 他总不能实话实说 他进了陌生男人家里 还上了别人床 然后跟那个陌生男生 同床睡了一个晚上 并且第二天 还因为没盖被子 发烧昏迷了 这种射死的事情 显然他是不会说的 柳月如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 上次是弄错方向 进错房间了 不过我很快反应了过来 然后就回自己房间了 原来如此 张晴点点头 他总算是明白了 你这次叫我过来 是什么事 张晴问 柳月如则是说道 我得到了两首歌 想让你帮我听听看怎么样 顺便再商量一个宣传的事情 张晴一听来了兴致 哦 你得到了两首歌 柳月如点头 随后 他便将吉他拿过来弹唱起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 梦想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张晴越听越是眼睛发亮 最后等柳月如唱完 他直接惊喜地道 好 好歌呀 第28章服务器崩溃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从此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 这多美好啊 这首歌录制发布出来 再稍微宣传一波 花点钱上的热搜 估计很快 你就能恢复昔日的人气了 张晴知道 柳月如最红的那首歌 都没有这首歌写得好 这是一首有钱力大火拿奖的歌曲 月如 这是哪位词曲大家写的歌 张晴是做这行的 自然知道 能写出这样一首好歌来的人 绝对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莫非月如 认识了哪位词曲界的大佬 词曲界大佬 想到林哥那张俊美无助的脸 他的脸上便带上了几分笑意 不是的请简 写这首歌的人 是我的邻居 就是你之前按错门铃的那虎 他还是个学生 现在已经去学校上课去了 啊 张晴文言张大了嘴巴 一个学生 这是什么情况 一个学生就能写出这么好的歌曲了 这个世界 已经如此的玄幻了吗 看着张晴目瞪口呆的模样 柳月如倾笑出声 他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 何尝不是如此震惊呢 一个大学生 居然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 你说 如果这个大学生是学音乐的也就罢了 可是柳月如跟林哥吃饭时 便已经了解到林哥并非音乐专业的学生 而是一个理工科学土木工程的学生 这简直就是跨专业跨得最离谱的 土木工程一听就会让人联想到工地上 戴着安全帽 看着施工图纸的一个形象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却写歌 张晴张了张嘴 最后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了不起 他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柳月如摇头 是魔都大学学土木工程的 张晴再次目瞪口呆 一个学工程的 写出这么富有诗意的一首歌 这就很离谱 兮兮 他可是很有才的 而且 人长得贼帅 柳月如夸赞道 哦 张晴倒是有些好奇了起来 他认识柳月如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听见柳月如 夸奖一个男生 长得帅的 要知道 柳月如对待男生 一直都是十分高冷的 跟娱乐圈里的那些 所谓的男神们 向来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防止被传绯闻 可是现在 却主动夸奖一个男生 长得帅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个男生是真的长得帅 并且 看着小妮子这模样 明显是对人家 有好感的节奏啊 两人越过这个话题 然后 张晴便要听第二首歌 当柳月如 弹唱起第二首歌的时候 张晴微微一愣 这首歌 他昨晚刷豆音时才听过 昨天晚上 豆音可是被那个 神言一般的小哥给刷平了 就算 他已经三十岁了 可是看到 那样的颜值 都把持不住 这是 你琴社举办的比赛上 那个小哥的歌 张晴好奇地问 柳月如点头 没错 这两首歌都是他写的 这首歌 他也已经给我唱了 那就好 有了这两首歌 你一定可以重返巅峰的 甚至说不定 还能超越昔日的成绩 张晴感叹 不过 你现在手里还有积蓄吗 虽然歌是好歌没错 可是为了不埋没这样的好歌 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 那么 起码要好好运作跟宣传 这其中的宣传费 也不会是一笔小数字 柳月如如今的情况 怕是有些难吧 虽然他知道 月如这两年 又开了几家琴社 可是 光这两首歌 恐怕都价格不菲 那有钱拿出来宣传推广吗 现在没了娱乐公司推广包装 一切的花费 就只能自己个人承担 这对如今的柳月如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柳月如微微皱眉 秦姐 这推广宣传的费用 至少需要多少 张晴在心里微微计算了一下 恐怕至少得五十万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我这些年存了些钱 我可以先拿出来 借给你度过这个难关 柳月如摇摇头 不用了秦姐 如果这两首歌 我是花钱买的的话 那还拿不出钱来宣传 不过这两首歌我没有花钱 但是我打算将这两首歌的销售 分成都给林哥 毕竟没有它 我压根就没有机会 张晴点头 那就好 咱们现在就去预约录音棚录制 你可以在微博上透露一下 你发歌的日期 让你的粉丝们知道 柳月如点点头 然后 他登录了他那个几年 未曾登录的微博账号 上面他的粉丝数量 已经从曾经的两千万变成了八百多万 人气依然严重下滑 而且 不知道火粉现在还剩下多少 想了想 他终于发布了一条动态 新歌将于近期上线 大家久等了 我回来了 发布完这条消息之后 他默默地放下了手机 摇篮如今是一名自媒体达人 如今他的粉丝关注量 已经达到了百万的量级 而他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月亮一族 月亮一族 说的是柳月如粉丝的称谓 当初 他还在上学时 便深深喜欢上了那个 不染仙尘的仙女般的女孩 虽然那个女孩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的眼前了 可是他初心不改 而且 作为柳月如的忠实铁粉 他很清楚 在柳月如的身上 发生过什么 今天 他刚发布完一条自媒体文章后 他的手机提醒响了起来 他也没啥事 就随手点开了微博的通知 然后 他便看到了一条微博 新歌将于近期上线 大家久等了 我回来了 而这条微博的主人 认证则是 歌手 柳月如 摇篮睁大了眼睛 是月月 月月回来了 他连忙将这条微博截图 发布到了柳月如贴吧里面 而柳月如的贴吧 里面大多数都是柳月如最忠实的粉丝 他们经常发一些 柳月如以前的美照之类的 或者在里面讨论一些话题 同志们 咱们的月月回来了 摇篮发布了这样一条帖子 并且配上了图片 没多久 这帖子就被贴吧里面的人注意到了 啊 女神终于回来了 发布新歌 我肯定下载支持 女神是我的青春啊 楼上的 人家也才23啊 就是出道早而已 支持加一 支持加二 支持加10086 支持加1008611 魔都 某豪华别墅 一名穿着一件鲜红色睡裙 身材傲人 留着大波浪卷发的性感女子 正斜躺在天蓝色沙发上 一双修长的大白腿交叠 净显性感 指甲涂着鲜红甲油 鲜长的手指上 夹着一只女士香烟 如同烈焰一般的红唇 轻轻吐出一个烟圈 她跟柳月如 完全是两个极端的路线 一个清纯如同不染仙尘的仙子 一个美艳性感如同妖精 她正是如今当红的 一线女歌手李奇 这时候 放在身侧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她的经纪人刘梅打过来的 什么事 之前柳月如发微博了 过几天 她的新歌将会发布 经纪人刘梅说道 呵呵 李奇眸光闪过一丝不屑 发布就发布呗 没有词曲 大家为她写歌 她如今 已经不配被我放在眼中 我与她 已经不在一个层次 以后她的消息 不用向我汇报了 一个失败者而已 如今早已不被她放在眼中 更别提 现在的柳月如 连公司都没有 能掀起什么浪花呢 最多只能像那小丑一样 蹦打两下而已 而自己 即将冲击天后之位 晚上 许多的人已经汇集在了 盗墓笔记 书籍下面 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 这本书的收藏 如今已经达到了一百家万收藏 无数书迷汇聚着书评区 他们完全将这里 当成了社区论坛一般 聊了起来 狗作者今天居然还不更新 就是 我的大刀早已了 貌似今天君老大的小说 就要上架了 上架也是应该的 这样的好书 就应该大力支持 待会儿 他上架 我便打赏一个白银蒙 这狗作者其实还挺长的 就是更新太晚了 老是让我熬夜追问 就是 喂 楼上的你不对劲 一群书友们 直接在书评区里面聊起来了 这样的情况 另起点的其他作者 好不羡慕 什么才是人气 这才是人气啊 直接评论区都已经好几万条了 并且还在快速地增加 一些扑街作者 看着自己评论区里 那可怜的两三条评论 默默流泪 胖子作为最忠实的盗迷 也是早早地就来到了 盗墓笔记的书评区下面 他很喜欢这种插科打混的感觉 跟那些天南地北的网友们吹牛逼 这种感觉令他觉得很舒服 最近他连游戏都打得少了些 他编辑了一条信息准备发送 结果显示 发送失败 您当前的连接已断开 请稍后再试 卧槽 什么情况 他嘀咕一声 难道是服务器崩溃了吗 此刻 起点技术部经理王波 洗了个澡后 在床上抱着老婆 他本来正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手机响了起来 王经理不好了 起点 APP崩溃了 现在登录都登录不了了 上面说 让咱们技术部赶紧回去加班修复 王波顿时无语 操 老子裤子都脱了 结果居然要回去加班 他欲哭无泪 第29章破纪录 穿好衣服后 王波便下楼开车赶往了公司 当他来到公司后 公司里的一群单身狗们 立马纷纷向他问好 老大 王波眉头微醋 这是什么情况 好好的 为什么服务器会崩溃 这不科学 这么多年了 服务器可从来没有崩溃过 他的下属们 立马将事情真相告诉了他 当他得知 起点 APP服务器之所以崩溃 竟然是因为一本小说的时候 他惊了 一本小说居然把服务器弄崩溃了 这起码得同时多少人在线聊天啊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本牛逼的书 他怎么完全不知道 平时作为技术部的员工 不仅要维护网站 还有APP 因此他们自然工作繁忙 所以 平日里并不关注小说的数据 那是编辑的事情 是哪位大神的新书吗 他有些好奇 不是 是一个新人 昨天他的书役通过审核 便立马被冰冰姐放到了风推上 然后一天时间 便收藏破了一百万 他的书迷建书还没更新 便在评论区聊了起来 咱们又不是专门的社交软件 于是 咱们的服务器就崩了 王波心里暗暗吃惊 一本小说而已 居然能造成这样大的阵仗 何其恐怖 他一定要好好看看 这是本什么样的小说 一群人 陷入了忙碌之中 今晚 他们看来是要加班了 而此刻 有准备更新的作者发现 后台居然进不去了 顿时很多扑街作者们 一片哀嚎 某某作者群里 完蛋了 服务崩溃了 我的全情 没了呀 全情奖 是起点作者们的基础福利 每天更新六千字 便会一个月 有六百块的全情奖励 这点奖励 对于很多大神级别的作者来说 甚至没有他们的 一天稿费多 但对扑街来说 那可就不一样了 扑街们一个月辛辛苦苦更新 就指望着六百块改善生活了 啊 听说这是因为盗墓笔记 书评区太火爆了 所以导致服务器崩了 网站跟epi同时崩溃掉了 恐怖如斯啊 这君老大 简直要封神啊 何止封神 我看是要成为至尊神 人家一天的收藏 就破百万了 你敢信 不知道他的手定会是多少 作者群里一群作者们议论纷纷 当然了 大部分都是扑街作者 跟勉强能恰口饭吃的底层作者 他们最大的爱好 就是水群了 真正的大佬很少水群 基本都在马字跟构思剧情 而由于起点服务器崩溃的事情 很快的就上了热搜 网友们纷纷诧异 啥 起点服务器崩溃 竟然是因为 一部网络小说太过火爆了 震惊 起点静音小说太过火爆 而导致服务器崩溃 小说的名字叫做盗墓笔记 讲述了的一个神奇的目的世界的冒险故事 有网友觉得 这些标题匪夷所思 也有人认为 这是网站的营销策略 为了宣传一部小说 用得着买热搜吗 你的稿费购买热搜吗 会不会亏本啊 这些人发出质疑 不过也有道粉开始解释 说那确实是一本神作 不过显然 很多人不信 他们要亲自去看了 才会相信 就这样 无形之中 就吸收了大批量的粉丝 起点的技术部 更是直接给盗墓笔记 单独开出了一个通道 来防止服务器崩溃 林哥回了家 吃晚饭之后 便准备更新小说 结果发现 居然打不开了 于是 给他的责编 冰冰发了个消息 得到冰冰的解释后 他才明白 居然是因为 他的小说太火爆了 所以把人家起点的服务器 都给弄崩溃了 这顿时令他有些无语 盗墓笔记 果然不愧是一部的神作 尤其是放到这个世界 更是会当灵绝顶 林哥询问了下冰冰 问今天还要不要更新了 冰冰直接给出回复 当然要 不更新的话 你的那些书迷们 岂不是会骂死我们起点 对了 你的上架已经弄好了 待会儿你直接上传的章节 就是 VIP章节了 林哥回复 那 服务器弄好了给我消息 我去更新 现在没事可做 林哥想了想 便打开了斗音 然后 将直接的斗音 申请了认证 以后有什么消息 或者要出歌啥的 他就可以直接发布一条视频来公布 斗音认证了之后 他又打开了微博 也同样申请了认证 想了想后 林哥决定 给这一世的老妈打个电话 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好几天了 他都还没有给老妈打电话 主要是因为 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这具身体的老妈虽然长相 声音 甚至性格都跟前世差不多 可他也明白 两个人终究不是同一个人 因此 他有些害怕去面对这件事 不过 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林哥拿起手机 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没多久 电话那边传来了老妈的声音 是小林妈 当熟悉的声音传来时 顿时林哥眼眶都红了 果然跟前世自己的老妈声音一模一样 林哥沉默了片刻 他的声音有了几分哽咽 是我 妈 这一声 妈他叫得十分自然 仿佛一切本因如此 他本身也接受了这具身体的记忆 所以 这也是他的妈妈 电话那边 老妈的声音 十分慈祥温柔 如山间清爽的风 是不是没钱了 儿子 妈明天就去镇上给你打呀 林哥连忙拒绝 不是的妈 我只是想你了 林妈妈称怪道 傻孩子 都多大的人了 说出去 也不怕别人笑话 林哥笑了 笑得很开心 像那孩子 妈 等我过阵子赚钱了 就接你到摩都来好不好 林妈妈却是不太愿意 大城市有什么好的 啥都贵 而且 空气也没农村新鲜 啥都要钱 林哥也没再多劝 在他的记忆中 林妈妈并不喜欢城市 他喜欢自己种点小菜 种些粮食自给自足 不过老妈暂时不愿意来就算了 等他下个月发钱了 多打点回去就好了 跟老妈通话结束后 没多久彬彬给他发来的消息 告诉他起点服务器已经修复了 并且还花钱升级了 让他上传 VIP章节 其实他之所以要让林哥今晚发布 除了因为读者的原因之外 还有他的愿意 因为他也在等更新 那剧情实在是太精彩了 看得他欲罢不能 尽管他看完之后 吓得连屋里的灯都不敢关 可是他还是要看 这就是所谓的痛病快乐着 起点官方修复好服务器之后 便立马利用APP发布了一条通知 服务器已修复 今晚盗幕笔记照常更新 本来还有些怒火的书友们看到这条通知 怒气便下去了 众人很快就来到了盗幕笔记书评区 盗迷前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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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区被清一色的刷屏 关注林哥的远远不止这些书迷 还有很多的作者 他们都想知道 成绩这么逆天的盗幕笔记 守定究竟会有多少 起点的某个作者群中 你们猜 盗幕笔记守定能有多少 我觉得 按照十比一的转化率的话 应该能够十万 我猜八万 不论多少 反正肯定是会创纪录的 这本书写的事 真的牛逼啊 感觉甩开我们一个时代 众多作者们纷纷感叹 在众多的关注中 林哥开始上传章节 他一口气 直接上传了四万字 将所有存稿都用了 反正 他有触手怪天赋 一个小时就能打出两万个字来 等他将四万字都上传完后 便去洗漱了 躺床上去了 而此刻 他的数据 开始疯狂上涨 很快就冲到了新书榜 销售前十 然后前三 然后第一 这还不算结束 没多久之后 总销售直接冲到了总榜的前一百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众多作者们直接目瞪口呆 因为盗墓笔记 已经牢牢地挂在了总销售额榜单第一的位置 并且销售成绩直接甩开后面的书一大截 而他的收藏直接来到了两百万个 爆了 而且是大爆特爆 当楚冰冰来到公司看到后台的销售额的时候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盗墓笔记 单日销售金额达到五百多万人民币 这个成绩何其恐怖 要知道 就算是之前 总销售最高的大神西红柿 也才达到过三百万的销售额 并且还是一本接近百万字的书 可是君临天下的这本盗墓笔记 收费章节才四万字啊 四万字居然销售额五百万 并且才一晚上 这你感谢 不少的起点作者 看得知这个成绩的时候 呆若木鸡 五百万日售 几乎所有收藏的人都付费订阅了 转化率约等于百分之一百 一个个极度的面目全非 羡慕的口水直流 恨不得自己才是那个至尊神 起点网直接将这一结果给报道了出去 很快的就上了热搜 盗墓笔记上架一晚上 日销售破五百万 这个消息在网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更多人好奇地去看了这本书 从而使得林哥的后台销售额不停地上涨 第三十章传奇爆红 这一天一个网络文学的奇迹就此诞生了 一个新人横空出世 单日上架的销售额直接突破了网络文学历史记录 把人家完本好久的大神作者的总销售额都按在地上摩擦 这一天作者君临天下 直接如同他的名字一般 君临天下 起点官方给了他一个作者认证 至尊神 林哥早晨起来的时候 便用手机点开作者后台 查看了一下盗墓笔记的日售情况 在看到那一长串数字之后 饶氏以林哥两世为人的心智都微微恍神 他用手指头指着数字一个个的数 没办法 实在是太长了 必须数仔细了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总销售五百四十二万多 林哥瞪大了眼睛 他想过这本书一出 绝对会拥有一个十分不错的销售成绩 因为这个世界的起点中文网 防盗系统做得十分不错 网络上根本找不到盗版 因此 想要继续追闻的就只有充值 而且 根据读者的反馈来看 大部分人也觉得 这本书值得花钱看 所以 林哥觉得 这书上架的成绩不会太差 可是却没想到 会直接炸裂成这样 总销售五百四十二万 五五分成 他一天就净赚了两百多万 幸福就像龙卷风 来得错不及防 想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还连生活费都快没了 这会儿 已经有几百万的资产了 而腾讯音乐上 他的那首 《一婚一素》下载量 也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次 位居新歌榜第五的位置 他怀着个好心情 洗漱后去往学校上课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他每天上课 马字 还有就是锻炼身体 经历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身体素质 已经上涨到了八十分 已经脱离了亚健康的范畴 而正一个月 柳月如花钱请了许多的大V宣传 很多人都知道了一个消息 柳月如回来了 他的歌曲即将发布 娱乐圈里的人 也很多都在关注着他的动态 他们都想要看看这个昔日的小天后 到底是到底是强势归来 还是不负昔日辉煌 11月1日 柳月如新歌上线腾讯音乐 一共两首 一首 阿婆说 一首 许多人第一时间便去试听了 试听阿婆说的 网友听到柳月如那空灵 却带着回忆伤感的声音响起时 瞬间红了眼眶 那声音响起的瞬间 就将他们带回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听完 阿婆说的观众在下方留言 派大星 听到这首歌想到奶奶 好多小时候美好的回忆浮现在眼前 这首歌好棒 记不住1996 听过一个泪目故事 清明节给奶奶扫墓时 爷爷弄了很多只做的大炮坦克什么的 我们都笑他 他却红卓眼说 他梦里 告诉我他在那边受欺负了 清风拂面 Soda 生活里总充斥着太多的遗憾 还未看购的人和未听购的唠叨 Wil TZ 从小就和阿婆住在一起 被阿婆一手带大 小时候很瘦 阿婆就提前退休给我做菜 把我喂得胖吞吞的 现在也剪下来了 肉剪下来了 但还一直和阿婆住在一起 每天和她看着电视剧 吃着她做的菜 真的感觉很幸福 无论有什么矛盾 最终只要我去抱抱她 都能瓦解 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希望日子还能一直这样过 张梦莹 外婆在我五岁那年去世了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没有足够的钱给她老人家治病 我始终都记得 她最后那些天的模样 她把我叫到床前说 拉着这些钱去买零食 我好想她呀 而听了的网友则是留言道 海绵宝宝 2021年5月27日 坐飞机从山城飞金城 航班号PN6237 坐在17B的小姑娘 你知道你靠着我睡了 一路你知道吗 下飞机 你走得太快了 没来得及要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恰好 也在听这个歌 又看到了这条评论 请回复我 我是17A SYYYF下花线 以前不喜欢柳月如 现在才发现 是没到年纪 郑重其失的是 两载未见之故人 今日偶遇 以为人母 一往西欢声 笑语眼含泪 画今朝物是 人非故事多 言未尽 久已干 愿他年得见 笑谈事事千千 宋君十六之月亮 何家团圆 炫酷派大行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元宵节 上街看花灯 童年天真的 我对热闹总是很好奇 以至于忘了看路 走着走着 就走进了一位美女的怀里 当时觉得好丢人 看了他一眼就跑了 八年后 在他的城市 遇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人 就问他 八年前是否在我们那里待过 他回答 八年前 我们那条公路 是他参与建造的 顿时泪水打湿了眼眶 姐妹 我发现了首宝藏歌曲 快听听 某女生听完 传奇 连忙给自己好姐妹 分享了歌曲 兄弟 这是月如女神新歌 太好听了 嗓音太绝了 赶紧听听 两首歌自登陆腾讯音乐以来 便靠着口碑不停地发酵着 热度越来越大 两首歌迅速登上了新歌榜 其中 传奇 更是直接快速登顶了第一的位置 在高校 步行街 小巷子里 到处都能听到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传奇 火了 直接火遍了大街小巷 柳月如空灵飘渺的声音 在全下国响起 万人空巷 柳月如用她的两首歌 对整个娱乐圈宣布 她柳月如 昔日的乐坛小天后 强势归来 她的微博 原本只剩下800万粉丝 可是 传奇 火遍下国以来 她的粉丝便不停地增长 直接涨到了4000万 而原来对柳月如 丝毫不在意的李奇 在得知其火遍下国后 直接一巴掌 删在了助理的脸上 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说 她得到了这么好的歌 助理捂着通红的脸 内心委屈 明明是你自己说 柳月如不配做你对手的 你自己说她 跟你不是一个层次的 让我们不用报告她的消息的 那一天 李奇直接将 别墅里的名贵花瓶 茶杯都炸了一堆 她妖媚的脸 变得猙獰 就算你火了一首歌又怎样 最多半年 我就将登上那个位置 你我终究 不在一个层次上 而音乐圈里更多的人 则是关注起了 给柳月如写歌的人 他们明白 柳月如能够再度爆火 除了起其本身 独特的空灵嗓音外 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 那个为她写歌的人 是那个人画符朽为神奇 不知那个人 是音乐界的哪一位大咖 王腾还是 他们打开音乐界面 观看词曲人的信息时 却是傻眼了 作词作曲人 林歌 林歌 这人是谁 他们压根就没有听说过呀 随着众人的深挖 终于知道了 词曲作者林歌 就是前一阵子唱歌视频 火遍斗音的一个素人 并且 这个素人 还是一个魔都大学学 土木工程的大三学生 这顿时 令音乐圈都震动了 一个非音乐专业的学生 居然能够写出这等歌曲 这简直就是为所未闻 一时间 便有许多娱乐公司 找上了门去 他们希望签约下林歌 因为他们 已经发现了 无论是林歌自身的才华 还是他那无敌的顶级颜值 都妥妥地避红的 这简直就是 一棵摇钱树啊 不过所有的邀请 都被林歌拒绝了 他自然是不可能 去签约啥娱乐公司的 签约容易 可是一旦你签了 那么很多时候 就身不由己了 夜晚 林歌坐在沙发上 看着投影仪 投射出的巨幅画面 这是南方卫视的一档节目 名字叫做 人欲有约 这是一档访谈类的节目 主持人跟嘉宾坐在沙发上 然后聊天 当然了 像是要提问的问题 一般都是事先跟嘉宾商量过的 有些嘉宾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主持人自然是不会问的 他之所以观看这档节目 是因为这期节目采访的 是柳月如 这小妮子 最近可谓是爆红啊 各种采访 商演之类的 接了不少 整天都在全国各地 飞来飞去的 他已经很久没看到她了 嗯 主要是他想吃这小妮子做的饭了 画面中 一个穿着黑色小西装 里面搭配一件白色衬衣 下半身穿着一条包囤裙的人欲 翘了个二郎腿 坐在那里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欲 台下的观众十分给面子 纷纷鼓掌 他笑了笑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 他最近这一个月 可谓是红得不行啊 说完这句话 他开口轻唱了两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他不愧是著名的主持人 即使是唱歌的功底 也是十分不错的 台下纷纷激动的鼓起掌来 这既是为台上的主持人的歌声鼓掌 同时也是为即将出场的那位嘉宾鼓掌 台上的人群继续说了起来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首歌了 这段时间可是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啊 可想而知这首歌有多红啊 唱着首歌的歌手呢 则是消失在了娱乐圈很长的一段时间 本来大家都以为他不会再出现了 甚至觉得他已经退出娱乐圈了 可是没想到 一个月前他再度归来 并且是以王者之姿 下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柳月如小姐 第31章秀啊 当主持人在台上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顿时台下的掌声雷动 接着便看到从舞台后方出场的通道里 一个身穿一身素白色长裙 长发及腰 五官精致绝美的女孩从那缓缓走来 她静谧美好 走路带起的风将她的柔顺长发 微微吹动了起来 简直就是国民初恋脸 女神 女神 啊 月月 我爱你 天南地北 月如最美 舞台的灯光熄灭 然后一束光照在了舞台上 那个静谧出尘的女孩身上 灯光的照耀下 她面容绝美 眼眸澄澈 音乐这时候响起 随着前奏结束 女孩拿起了话筒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 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 你在天边 想你时 你在眼前 想你时 你在脑海 想你时 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声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远 异曲结束 台下的观众 一个个的鬼哭狼嚎 激动得不能自己 观众们 大家晚上更好 主持人好 柳月如跟观众打了个招呼 来到舞台上的沙发 静静地坐下 月如你好 欢迎来到 任玉 有约 任玉微笑着 跟柳月如打招呼 柳月如也是笑着答应 任玉结好 两个人客套了几句 任玉问了柳月如许多问题 包括之前 为什么离开了娱乐圈之类的 然后还问了柳月如 跟此曲作者林哥 是怎么认识的 柳月如笑着回答 他是我邻居 是个非常有才华的男生 任玉笑着问他 那你喜欢他吗 柳月如脸微微一红 这样的男生 谁会不喜欢呢 看着画面中 柳月如有些害羞的模样 林哥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勾起 将节目看完 林哥拿起手机 给柳月如发了一个消息过去 天气凉了 记得多穿点衣服 那边正坐在化妆间里 任由化妆师化妆的柳月如 拿起手机 看到了林哥的消息 他顿时心里一暖 好的 你也是 多注意身体 按时吃饭哟 林哥看了看柳月如的回复 便没再多聊 他知道柳月如最近很忙 来到书房将电脑打开 他开始码字 码了一个小时 上传了两万字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他都是每天更新两万字 一开始他的读者们还抱怨他越来越短小了 不过对此 林哥则是表示他是要精心构思剧情 面对他这个说话 书友们终于是默认了 毕竟林哥其实更新的已经是非常多的了 别的作者一天才更新几千字而已 而自从林哥的这本《盗墓笔记》火出圈之后 起点上已经开始有了很多的盗墓题材一类的书籍 这种题材的小说如今已经自成一派 被称为盗墓流小说 不过那些书比起林哥的书来说 肯定是差距巨大的 时间过得很快 一谎言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大四的学生们毕业了 而大三的学生也将离开校园 开始为期一年的实习旅程 时间毫不留情 转眼又是一年毕业季 摩都大学每年都会为大四学生举办毕业晚会 而毕业晚会则是由即将踏出校园 实习的大三学生表演策划 林哥之前没有搬出宿舍住的时候 是跟胖子一个宿舍的 他虽然之前性格木讷 可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好几年 因此跟社友的关系倒还是不错的 中午时分 几人相约在摩都大学门口的一家干锅 在最后聚餐一次 这一句便是天涯路远 以后恐怕也只有拿毕业证的时候 才能再次相见了 除了林哥跟胖子要留在摩都外 其实的其余两人则是都会回家发展 宿舍一共四人 林哥 王磊 还有个叫钱叶 一个叫王继超的 林哥带着口罩来到了老王干锅店 这家干锅店并不是特别高级的餐厅 只是一个小餐馆 不过这里的味道 比起外面那些大餐厅都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而且价格还便宜 是摩都大学学生们聚餐首选的地方 这里承载了他们的青春 此刻正值饭点 这里已经爆满 黑压压的一片的人头 林哥站在那儿 一时间都没能找到胖子等人 胖子等人因为住校的原因 所以离这家店很近 因此 他们三人已经到了 看到林哥出现后 坐在不远处靠边的一张小方桌前的胖子 连忙站起来 招呼他过去 快过来老林 胖子又高又胖 站起来就像头熊似的 林哥一下就看见了他 便走了过去 来到餐桌前胖子身边坐下 这几人正在组队开飞 菜我们已经点了 老林你先坐会儿 我们这把马上就完了 胖子此刻操作的是上官玩 一波团战在大龙处即将展开 林哥此刻也饶有兴致地 看着胖子操作 这个游戏叫做王者峡谷 跟前世基本差不多 前世林哥 作为一个十八线的歌手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没啥工作 于是他就靠着游戏打发时间了 因此 他的游戏水准 甚至可以说是 达到了职业选手的级别 不过穿越到这个世界 他就没有玩了 而这身体的援主 平时也不玩游戏 此刻团战已经爆发 胖子直接一个2133 然后 没飞起来 冲进人群就被秒了 靠 胖子 你压得玩恐高吗 已经挂了的胖子 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 那个 失误 失误 纯属失误啊 一波团战输了 几方直接被对方团灭 还丢了龙 王继无语地看了看胖子 失误 你压得全程就飞起过一次 前夜也是感叹 这把没了 对方很快地 已经准备推几方中路 最后一座防御塔了 胖子这时候复活了 林哥笑了笑 胖子 给我操作会儿 胖子 将手机拿给林哥 将信将疑的 你不是不玩游戏吗 林哥双手拿起手机 熟悉的感觉 瞬间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 他在王者峡谷里 叱咤风云的那些年 快速地将装备 换成了一个复活甲 林哥直接操控碗 释放了一个21技能 将正在推塔的敌方 打成残险 不过敌方显然想要快点将塔拆掉 因此 直接受着伤害 继续拆塔 林哥再次释放了一个21技能 将兵线清掉部分 并且 敌方英雄的血量 只剩下一半 他等了会儿技能 接着等所有技能好了之后 直接2133 冲进人群中 几个来回冲撞 瓦尔直接飞天 等到落下的时候 只听手机里传来四杀提示 敌方只剩下一个残血的凯 凯开起大招 直接将林哥击杀 不过林哥还有复活 他马上秒换明刀 犀利的操作 看得胖子目瞪口呆 复活后 一个闪现跟凯拉开距离 接着一个12技能 几乎同时瞬间释放 凯瞬间被秒掉 直接提示五杀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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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三个室友 直接抱了粗口 太牛逼了 这操作 这走位 以及这手速 简直堪比职业选手啊 对面敌人凯 直接发来一条消息 玩儿是不是换人了 林哥本来准备回复一下的 结果对方就投降了 本来要量的一局 直接被林哥扭转乾坤 王继超朝他比起大拇指 秀啊 花锦秀 地花之秀 造化终神秀 这波复活甲秒换明刀 并且闪现拉开距离的操作 秀得我头皮发麻 老林 你不厚道啊 玩游戏这样牛逼居然不带我 哈哈 林哥笑了笑 那俊美的容颜 简直快要把人眼睛都给闪下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的 他只能这样解释 对面的前夜 跟王继超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以前咋没发现 你呀长得这么帅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我要悄悄变帅 然后经验所有人 两人感慨不已 以前林哥虽然也还是帅 可那也就是有点小帅 哪里能像现在这样 帅得人神共分 帅得连直男可能都能弯掉那种 太羡慕了 几人聊着聊着 又聊起来将来的打算 王继超感叹 我准备回荣城开一家小超市 做个小老板 前夜则是笑了笑 之前已经有一家销售红酒的公司联系我了 我毕业准备 就过去做华南片区的主管 前夜是魔都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 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 经常在外面做兼职 跟一些公司高层打交道 早早的就被一家著名的红酒公司老总看上了 老龄胖子你们呢 他询问道 林哥想了想 我毕业了就写些小说什么的 前夜跟王继超两个不玩斗音 一个平时忙着打游戏上分 一个忙着在外面到处跑 因此 两人并不知道林哥唱过歌的事情 前夜点点头 写小说也行 比较自由 跟你性格倒是挺合适的 说完他又看向胖子 胖子耸耸肩 我毕业了 就回去 躺着收收租这样子 王继超跟前夜两人 完全没相信 胖子平时便喜欢开玩笑 因此 王继超跟前夜两人并不知道 其实胖子说的就是实话 如果不是打算跟着林哥去看看娱乐圈 他真的就回去收租 混赤等死了 不过要是让这两个知道 胖子家里在磨 拥有一整栋楼 一个月就能收租上千万 恐怕就不会这么淡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 前夜的手机响起 他接了起来 接着他 脸色变得铁青 什么 张提莫不来晚会演唱了 好我知道了 怎么了 胖子见前夜脸色极差便问道 前夜将事情说了出来 前夜是这次毕业晚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本来这次晚会的节目已经筹办好了 而且还在学校里也大肆宣传说 邀请了网红张提莫过来进行压轴演唱 结果没想到 张提莫接了一个价格比较高的商演 所以今天就放了他们魔都大学的鸽子 第32章 让林哥上台 胖子等人得知这个结果 直接愤怒地攥紧了拳头 一脸的痛心疾首 张提莫怎么能这么做 放魔都大学的鸽子 他难道忘了 他也是从魔都大学走出去的吗 王继超也是一脸愤慨 亏我还把他当成我的女神 我那么多个寂寞的夜晚 都奉献给了他的照片 他以前可是一直是张提莫为自己女神的 就连床头墙壁上都贴着张提莫的照片 而且张提莫可是魔都大学毕业的学姐 就算最近两年在直播界混得不错 可做人也不能忘了本吧 几人愤愤的 林哥在脑海中回忆了下这个人 张提莫比他大两件 以清纯的长相为美的嗓音 在某直播平台上混得风生水起 年薪达到了上千万的级别 身边的前夜苦着脸有些着焦虑 这下学长们的最后一夜 岂不是要被我搞砸了 他可是负责这次晚会的主创人员啊 而且张提莫也是他提议邀请的 结果没想到 这会儿出了这档子事 这下子看来 真的要闹出笑话来了 要知道 今天的毕业晚会 他们可是早早地就在学校里宣传了 说是邀请到了大网红张提莫 因此 除了大四的学长学姐们 还有些拿到入场券的学弟学妹们 很多人都对张提莫非常的期待 胖子看了看林哥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要表演节目 这不是有个县城的超牛逼的原创歌手在吗 他给钱叶出了个主意 老钱 要不 让咱老林上 钱叶疑惑地看了看胖子 让林哥上 他记得某次宿舍聚餐的时候 一行人去KTV唱歌 叫林哥唱过一次 结果那调子 跑得都突破天际了 想到那惨不忍睹的画面 钱叶赶紧摇摇头 算了 我找找其他人吧 这次很多人都是奔着张提莫来的 如果忽然晃个人上去 我估计 那个顶替的人得被喷死 这种锅 还是让其他人来背吧 不能让咱老林来 这次的晚会 宣传的时候 就是宣传的张提莫 要来压轴演唱 如果林哥上去 那台下的观众 可不会买账 要是那些人手里有臭鸡蛋 估计都能直接 往台上扔过去 如果到时候找不到人 那他自己上去 接受一切的诋毁辱骂好了 林哥此时 则是忽然想到了一个月前 系统赠送的那首歌 《祝你一路顺风》 大四的学长学姐毕业了 死去便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前路慢慢 《祝你一路顺风》 这不是正好符合 毕业晚会的主旨吗 并恭喜宿主 达成一千万声望值成就 奖励宿主魅力值加50% 系统的一条提示音响起 林哥对此倒是见怪不怪了 这段时间 他的小说名气越来越大 导致他的声望值 一直在不间断地快速增长 不过这个魅力值 加50%又是什么东西 魅力值加50% 宿主便可增加信任度 令他人从心里 产生一种信赖的感觉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解释 林哥顿时便是心里一喜 这个魅力值 看来是个好东西 说出去的话 便能增加别人的信任度 这简直就是谈判的好能手 想到这里 他准备先实验一下 这个魅力值的效果 嗯 就在老钱身上尝试一下好了 那个老钱 学生会那里 有历届毕业的学长学姐的联系方式吗 钱也点头 嗯 这个自然是有的 那给我一份之前学长学姐的名单 最好是那种标注了他们现在职业的 听到林哥的话前夜有些好奇 你要这个名单做什么 林哥笑了笑 这不是为你解决困难吗 我来准备一个节目 到时候 如果你还没找到合适的节目 代替张提莫的演唱的话 那就用我的 听到林哥这话前夜有些感动 不过他 还是有些不太想林哥背上这个锅 这个 他依旧想拒绝 不过林哥却用一双成车的毛子看着他 那双毛子 给人一种自信跟真诚的感觉 相信我 没问题的 不知为何 看到林哥的那双眼睛 前夜忽然觉得林哥真的能信 心里没来由的产生出一种信任 这种感觉很奇怪 因为他可不是一个 那么轻易相信他人之人 他最相信的一直都是自己 可为何会莫名的觉得 林哥十分可靠 难道是因为林哥长得帅 嗯 肯定是这样的 他在心中这样想 那好吧 不过我还是得想一个备用方案才行 不然万一观众们不买账 那可就惨了 胖子则在那儿一副丝毫不在意的样子 放心吧老钱 交给老林 他没问题的 钱也撇撇嘴 心想 你就那么相信林哥能行 别到时候 被台下观众给喷出响来 不过 虽然他内心这样吐槽 可是他 还是衷心地希望 林哥能解决掉这次的麻烦的 要知道 他做学生会副主席 这几年来 工作能力那是有目共睹 很多学生都以他为榜样 可不能这次要离校了 反而将之前积累起来的声望 给毁于一旦了 不多时 他们点的干锅鸡 跟干锅排骨 便上到了桌子上面 几人要了两瓶啤酒 毕竟晚上还有晚会要弄 因此自然是不能多喝 不多时 便将这顿饭吃完了 接着便回到了学校 摩都大学 不愧是百年老校 树木郁郁葱葱 树干粗壮 起码得几人才能和报得过来 行走在青石板小道上 给人一种宁心精神的感觉 林哥跟随着前夜 来到了教务处 拿到了他要的名单 这一次 他自然是准备上台演唱那首 《助你一路顺风》 可是 如果想要将这首歌的氛围 营造到最极致的地步 那么 肯定是要配上一些煽情的画面 以及一些催泪的语录的 这样的效果 才能达到最佳 林哥拿到名单 然后还要了许多学校的记录照片 里面有大四学长学姐军训 实操课 以及各种校园生活的照片 还有一些视频 系统 兑换剪辑大师技术 叮咚 兑换成功 花费一百万声望值 当前剩余声望值九百加万 卧槽 怎么这么贵了 兑换的视频剪辑师的技术 都要花费一百万声望值了 怎么不去抢 回禀宿主 目前物价上涨 所以声望值就越来越不值钱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呢 林哥嘴角微微抽出了几下 心中无语 神尼玛的物价上涨 明明就是狗系统 见他声望值多了 所以就将系统商城里的东西给涨价了 万恶的资本上 没再理会系统 他照着名单上的联系方式 开始打起了电话 喂 学长你好 我是魔都大学的大三学生 想请学长拍摄一个工作的视频 用于今年毕业晚会节目的制作 谢谢学长 喂 学姐你好 我是魔都大学大三学生 林哥打了好多个电话 然后要到了许多的学长学姐工作的视频 随后 他便利用从系统那里兑换来的视频剪辑师技术 开始剪辑融合这些视频 他要将这些视频 照片等 制作成一个完美的符合歌曲意境的MV 下午六点 距离毕业晚会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 土木工程系的年级小组长吴大海 在舞台前方来回踱步 面露强烈的不安 就连额头上 都有了些许细腻的汗珠 因为就在刚刚 学校领导打来电话 说是今天晚上 有魔都教育局的领导班子 也要过来参加这次的毕业晚会 还让吴大海 好好弄这次晚会 他是工程系的小组长 也是这次晚会的主要负责人 学校里最近会选拔一个工程系主任出来 而吴大海获选的可行性 是十分大的 可是 如果今天的晚会搞砸了的话 那么他就会在领导心里 留下一个 连个毕业晚会都办不好的印象 连个毕业晚会都弄不好 这工作能力 不就是不行吗 工作能力不行 怎么能升职加薪 而之前 他询问之下 才得知 今天的晚会出了问题 原本压轴出演的大网红张提默 因为有事 今晚不来了 这顿时把他给急的 这前夜怎么办事的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早说 要知道 好几天前 他们就宣传了 说毕业晚会会请来网红张提默 来演唱歌曲 而且 晚会的节目表都发出去了 要是待会儿 学生们发现 张提默没出场 节目发生了改变 那岂不是现场的虚声一片 吴大海此刻 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校领导 以及教育局领导们的难看表情了 光是想着这些都令他头皮发麻 心里只打哆嗦 这可如何是好啊 快赶紧给我将前夜叫过来 他创一个负责晚会的学生会成员说道 不多时 前夜便来到了吴大海身前 吴大海脸色难看的 开始训话 你这是怎么办事的 这个学生会副主席 还想不想干了 前夜被训了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心想 老子马上就要离校了 这个学生会副主席 谁爱干谁拿去就是了 这能怪我吗 张提默他中午的时候才说他不来了 我能怎么办 吴大海气急败坏地攥紧了拳头 那想好解决办法了吗 前夜点头 已经有解决办法了 听到有解决办法了 吴大海这才脸色好看了一些 什么解决办法 找到其他人上台了 张提默不来 那也只能换其他人上了 只希望 效果不要太差 否则那后果 简直不堪设想 前夜点头 我准备让林哥上 吴大海听闻这话一个 猎切差点摔倒在地上 第三十三章 祝你一路顺风 你说 让谁上台 吴大海怀疑自己 刚刚是听错了 前夜则是表情笃定 林哥啊 吴大海心都跟着一颤 林哥 哪个林哥 应该 不会是他想的那个林哥吧 此刻的他 还抱着一丝希望 然而下一刻 前夜直接将他这个希望 给打入深渊 就是之前跟我一个寝室的林哥啊 吴大海呆滞当场 前夜寝室的林哥 他自然是认识的 作为工程系的小组长 他不可能不认识林哥 因为林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每年都能够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各科的成绩 一直都是名列前谋 只是 成绩优秀归优秀 可那小子有些驼背 并且为人比较木讷那项 这样的性格还能上台表演 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前夜有些心虚 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 林哥到底行不行 当时怎么就同意了林哥的提议呢 不过是到如今 也没有办法了 他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无论是谁上去 恐怕都得被喷的节奏 只希望 能被喷得轻点吧 他尴尬的一笑 那个 不是也没更好的办法了不是吗 吴大海气急攻心 他的生殖之路 断了呀 胡闹啊 他痛心疾首 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 吴老师 前夜大惊 不好了 吴老师晕倒了 几名学生会的男生 连忙过来 一起合力将吴大海 给抬到了医务室 时间很快的 便来到了晚上七点 大学艺术中心大门外 已经排起了长龙 说是人山人海也不为过 黑压压的人头一大片 大学艺术中心 是一个半弧形的建筑 里面空间十分之大 可以容纳五千人 此刻排在艺术中心门口 最前面的 自然是大四的学长学姐们 他们穿着学士服 戴着学士帽 一个个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能够从大学这样 全下国排名第三的名牌大学毕业 他们自然拥有着绝对的自信 而在他们后面 排着的则是大三的学子们 再往后 是一些得到进场票的 大一大二学生 毕业晚会将在七点半开始 七点钟 人员进场 首先进场的自然也是大四的学子们 今晚是为他们举行的狂欢 是为他们送行的晚会 等到他们进去之后 其余人便陆陆续续地进去了 今晚便能看到提莫女神了 真是太幸福了 对啊 我也是为了看她 才千方百计地搞来这晚会的入场劝的 提莫女神唱歌可好听了 我超喜欢 昨天才在她直播间里听了学猫叫 有几个大二的学生在议论着 他们期待着待会儿 亲眼看到张提莫 毕竟 他们可没在现实里见过 以往只是在直播间里看 这次能够见到真人 他们自然十分激动 等到学生们都进场之后 吴大海跟着校领导 以及一行教育局的领导们 也进入了艺术中心 他们在第一排的位置坐下 校长拍了拍身旁坐着的吴大海的肩膀 大海啊 听说你为了准备今天的晚会 都累得晕了过去 这份干劲太足了 不过嘛 还是别太累着自己了 吴大海只能尴尬地笑笑 他可不是因为筹备晚会累晕的 因为这晚会 他压根就没怎么出力 都是学生会的在组织 他晕过去 只不过是因为气急攻心 才晕过去的 他晕得不是干劲 晕得是自己的前途啊 不过这些 他自然是不能说出来的 只能埋藏在自己心里 同时 他默默地祈祷 今晚林哥准备的节目 可别引起了公愤才好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看了看手表 嗯 马上就要到七点半了 毕业晚会即将开始 很快 艺术大厅里 响起激阳的纯音乐 然后舞台上的灯光 骤然亮起 在激阳的音乐中 穿着一身紫色晚礼服的女主持人 跟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主持人出场了 两人拿着话筒 说着各自的台词 尊敬的点位领导 各位来宾 亲爱的老师 亲爱的借毕业生 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借毕业生欢送晚会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田静 我是主持人张涛 相逢是首歌 还记得四年前的那个夏天吗 那时 带着青春的懵懂和羞涩 怀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相逢在的校园 时光太瘦 指缝太宽 青春是一列不回头的火车 昨日 我们相聚校园 明日 我们将背起行囊 各奔南北东西 在这里 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时光 付出了汗水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当然 我们的成长 除了自身的努力 和同学们的支持之外 更离不开学院领导 老师的关怀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他们 来到我们晚会的现场 金色的十一月 我们迎来了希望 金色的十一月 我们放飞着梦想 昨天 我们还刚刚走出纯洁的象牙塔 今天 我们又站在了人生的起跑线 是红湖就当至存高远 是雄鹰定要展翅蓝天 这里有我们施展才干的空间 这里有我们放飞梦想的蓝天 今晚歌如潮 今晚花四海 今晚是歌舞的海洋 今晚是我们的盛会 下面请欣赏 大三师范希二班带来的舞蹈 扇子舞 台下顿时一片掌声 接着 舞台上一群身穿绿色裙子 画着精美妆容手拿鲜红扇子的小姐姐们 便从舞台的两边整齐地走出 不乏灵动且优美 很快的 一个个节目表演完毕 而此刻在后台的前夜 则是有些着急了起来 林哥怎么还没来 还有三个节目表演完 就该轮到他的最后一个节目了呀 这家伙到底行不行啊 晚上八点半 林哥穿着白色绣金龙中山装 肩膀上夸着一把吉他 风尘仆仆地干到了艺术中心 他回去屋里剪辑视频 跟拿吉他去了 来到后台 林哥将剪辑好视频的U盘 递给前夜 待会儿让他们播放里面的视频 前夜接过U盘 叫人拿过去待会儿播放 然后他伸出拳头 在林哥胸口轻轻捶了一下 好家伙 我还以为你掉链子了呢 今晚你穿得真帅 话说你还会弹吉他 前夜有些好奇 要知道 三年来 他可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林哥弹过吉他 戴着口罩的林哥摸了摸头发 还好吧 会一点点 前夜点点头 你也别有太大压力了 放轻松 林哥挑挑眉 谁说他有压力了 很快的舞台上的节目 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台下有学生十分兴奋 终于要见到提莫女神了 而在前排坐着的吴大海 则是额头上 有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了 心也是急速地跳动着 紧张到不行 他伸手擦了擦汗 校长看了看吴大海 假意关切道 怎么了大海 又不热杂出这么多汗 你这身体有些虚啊 他凑近在吴大海耳边 悄悄低语 我跟你说 六位帝皇丸 至甚亏 不寒糖 吴大海脸色一僵 甚亏 你压得才甚亏 你全家都甚亏 他在心中吐槽 不过他表面 却还是得露出笑容 感谢领导的关心 表面笑嘻嘻 内心MMP 终于 节目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男女主持人 重新走上舞台 接下来 有请土木工程 系大三一班林哥 为大家带来歌曲 主持人说完台下的学生们 一愣 随后议论了起来 什么啊 这个 是个什么鬼 接下来不应该是 提莫女神的 学猫叫吗 为什么跟节目表上的 节目不一样啊 我要举报学生会 虚假宣传 我要提莫女神 不要林哥 林哥不是大三 那个闷葫芦吗 跟人说话屁都憋不出一个 他还有胆子唱歌 台下的李威 也是微微一惊 林哥又要上台了 自从上次 在林志演唱会上一别 两人便再也没见过了 不知不觉间 林哥仿佛已经变了 至少胆量便大了很多 台上的主持人说完后 便下了台 接着舞台上耀眼的灯光熄灭 舞台后方的投影屏上 开始投射出画面来 一间半公里 一个中年男人 坐在办公桌前 在他身旁显示出字幕 地质勘察局局长 张也 他看向前方 学弟学妹们 此区愿你们繁华似锦 祝你们一路顺风 接着画面里 又出现一个 穿着西装 包屯裙的女强人 旁边字幕显示 魏华集团 荣承经理 刘燕 学弟学妹们 一路顺风 加油 再接着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 二十多岁 皮肤晒得有黑的男生 旁边字幕显示 建筑工程师 王冰冰 他傻得很灿烂 学弟学妹们 我在工地上等你们 他这话一出 台下顿时轰然大笑 神天 我在工地上等你 这哥们儿太逗了 哈哈 很快 画面中出现一张张照片 配合着一种悲伤的乐曲 那是大四学生们 军训时的照片 啊 那是猴子 那是肥猪 那是咱们第一堂食操课 那是咱们的开学典礼 那是学校的大肉米线 我的最爱 以后吃不到了 那是食堂的香肠炒饭 再也吃不到了 这是学校的狼牙土豆 凉面 一张张他们在大学 从开学到出去 实习时期的照片 一一浮现 这些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可是今天他们就毕业了 以后再也回不来了 大四的学子们 顿时红了眼眶 为什么毕业这么快啊 他们还不想毕业啊 画面结束 屏幕上浮现出字幕 作词 林哥 作曲 林哥 舞台的灯光亮起 一个男生站在舞台中央 他身形挺拔如同白羊 身上一件袖着金龙的中山装 将他衬托得 仿佛不像这个时代的人 他的身上有一股岁月静好的气质 像是不染仙尘的莲花 微微协调的剑眉 一对澄澈清亮的眸子 刀削辐克般的脸庞 性感的薄唇 所有人呆住了 没人在想什么张题目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舞台上 那个天神下凡般的男人 作为曾经放声过林哥的李薇 张大了嘴巴 瞪大了眼睛 他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台上那个高不可攀 宛如神圣的男人 真的是那条 他从鱼塘里放生的鱼吗 片刻之后 舞台上的林哥动了 他白皙修长的手指 轻轻拨动吉他 一股悲伤的氛围瞬间渲染开来 林哥开口了 此信中带着些许哀伤的声音传出 令所有人瞬间头皮发麻 第34章 林哥这孩子很不错 林哥还在唱着 而台下的吴大海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这个节目 稳了 原先他还担心 林哥会弄出一个垃圾的节目 被学生们喷 结果没想到 林哥居然给了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看看现场哭成一片的 大四大三学生们 这种走心的节目 比起之前定下的张提莫的 学猫叫 好了不知多少倍 身旁的校领导 以及教育局的领导们 都十分满意地点着头 校长回过身来 拍了拍吴大海的肩膀 大海啊 这个节目很不错 其实我早就听说了 你们准备的压轴节目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想看看你的随机应变能力 到底行不行 现在看来 你这应变能力很强吗 足以胜任工程系主任一职 听到校长的话 吴大海顿时心里大喜 校长这话 等于宣布 他升任系主任的事 稳了呀 谢谢领导 吴大海激动地道谢 同时 他心里对林哥 那叫一个感激涕零 看向舞台上的林哥 越看越觉得喜欢 这个孩子 很不错呀 是个好孩子 舞台上 林哥已经唱到了第二段的部分 当你背上行囊 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流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 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 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来时 他们跟着家人一起来到魔渡大学 认识了一个个新的同学 新的朋友 新的室友 甚至是新的男女朋友 可离开时 他们只能背上行囊 一个人独自踏上归途 学校食堂的大肉米线 凉拌鸡 香肠炒饭 手抖的食堂阿姨 小吃 奶茶店 狼牙土豆店 图书馆等等 都再也看不到了 毕业以后 很难再找到三两个真心的朋友 彻夜畅谈未来 你也很难找到 一个喜欢你却单纯 只是因为你打篮球打得帅的姑娘 成年人的世界充满利欲熏心 尔虞我诈 那些单纯美好的时光 再见了 我最亲爱的同学们啊 祝你一路顺风 那一天 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句话 也没有留 当拥挤的乐台 挤痛送别的人们 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仇 我知道你有千言 你有万语 却不肯说出口 你知道我好担心 我好难过 却不敢说出口 在所有同学们泛红的目光注视下 林哥的歌曲 已经接近尾声 舞台下方 李薇薇的室友 看着台上的俊美男人 露出崇拜的神情 薇薇 这就是你给我们说的 你那个舔狗林哥 这么帅 这么有才华的男生你 居然都拒绝了 你的脑子瓦克了吗 里面装的都是屎吗 李薇有口难言 他又怎会知道 林哥被他拒绝之后 就跟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 不仅换了发型 就连颜值 气质也提升到了一个令人 只能仰望的地步 这时候 只听他室友喃喃说着 嗯 你拒绝了他也是好的 这样的男人 你确实不配 恐怕只有柳月如那种级别的女神 才能配得上他吧 他的室友只是下意识地感叹着 说出了真话 完全没考虑到李薇薇的心情 他不配吗 此刻的李薇薇攥紧了拳头 指甲似乎都要相近肉里 林哥之前那么喜欢他 那他去给林哥道个歉 重归于好 林哥应该也是会同意的吧 李薇薇决定 待会儿晚会结束 就去找林哥 现在的林哥 才配跟他站在一起 而且 林哥还会写歌 如果能给他写一首好歌 那他是不是就有可能 一下子红遍大江南北了 想到这里 李薇薇激动了起来 当你背上行囊 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 让眼泪流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乐台 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 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这首歌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林哥的室友王继超 有些疑惑 按道理说 这么一首适合毕业的歌曲 他应该听过才对 因为这首歌 十分契合毕业的主题 而且也是首好歌 一旁的胖子 神情有些激动 你呀没看屏幕上 歌曲名字旁边的字幕吗 这是老林自己写的歌 他自己原创的 老林太牛逼了呀 老林永远低神 终于 随着林哥吉他的 最后一个音落下 这首歌结束了 舞台的灯光 再度熄灭 而后面投影屏 又亮了起来 那是一个大二的男生 谢谢大一时 带我去报道 给我带路的学姐 虽然你是为了 卖电话卡给我 可是我想说 你真的好漂亮 我好喜欢你 这话一出台下 顿时哄笑一片 每个新生 几乎都经历过 被学长学姐 卖电话卡的事 屏幕上 接着画面一转 一个穿着学士服 带着学士帽的大四男生 对着镜头 深情款款 燕子 虽然咱们毕业了 可是很快 咱们就要成一家人了 我想对你说 余生请拨指教 舞台下 一个女生羞红了脸 画面再一转 出现了食堂阿姨 小卖部的老板 奶茶店老板 图书馆管理员 他们用不同的声音 跟语气说出了 同样一句话 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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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画面停止 舞台灯光亮起 林哥抱着吉他 身形挺拔地 站在舞台中央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看向下方 学长们 以及即将实习的同学们 祝大家一路顺风 说完 林哥转身走下舞台 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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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下方的学生们沸腾了 整齐地呼喊着林哥的名字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们 一副雨有荣烟的模样 一个个扬眉吐气 以往学校都说 他们土木工程系的人老土 没才艺 以后只能在工地上搬砖 可今天 土木工程系多风光啊 一个节目引爆全场 以后谁还敢说 土木工程系不行 人群中 有八卦的女生们 开始议论了起来 听说林学长 被李薇薇拒绝了 我是不幸的 林哥学长这么优秀的男人 李薇薇还会拒绝 要拒绝 也是林哥学长拒绝李薇薇吧 我想说 如果李薇薇真拒绝了林哥学长 那拒绝得好 拒绝得妙啊 李薇薇一点也配不上林学长 就是 我听说李薇薇那个浪蹄子 在学校里 同时交往了好几个男生 其实啊 我跟你们说 上次我在商业中心逛的时候 看到李薇薇被一个 秃顶的中年男人搂在怀里呢 真恶心 舞台上方 林哥下台后 主持人们很快便走上了台 同学们 刚刚的歌好听吗 主持人问道 好听 台下是整齐地回答声 女主持人笑了笑 这首歌 可是林哥自己作词作曲的哦 让我们给他点掌声好吗 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原来是林学长自己创作的歌曲 我就说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林学弟太厉害了 以后他就是我的男神了 看来今年的毕业晚会 咱们学校要扬眉吐气了呢 每年的今天 都是魔都各所大学的毕业盛宴 而其中 魔都音乐学院的节目 每年都会拿到网友们投票的第一名 至于魔都大学嘛 基本在所有大学里都是垫底的存在 毕竟 魔都大学只是一所理工类的学院 才一是比不上那些一体院校的 不过今年 可能将会不一样了 至少林哥的节目 能进前十 台上的主持人继续说道 大家也知道 每年咱们都会选出前三名的节目 放到微博上 这三个节目 今晚将会跟魔都其余大学 进行全网票选 PK 每人有五票的投票权利 大家记得要给咱们学校的节目投票哦 不过今晚 咱们先选出咱们魔都大学前三名的节目 同学们现在进入魔都大学的官方微博进行投票 每人三票 对于主持人说的投票这个流程 魔都大学的学生显然已经十分熟悉了 主持人的话音刚落 所有人便拿出手机 进入了魔都大学官方微博 此时 魔都大学的每个节目都被整理了出来 放在了微博上 每个人有三票的投票权利 不多时 所有人便给自己心目中的前三名的节目投了票 主持人很快便拿到了评选结果 他开始宣布了起来 今晚第三名的节目是师范系扇子舞 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 他宣布了第二名 第二名是计算机系小品碰瓷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现场一共5000人 他获得了4899票 他就是土木工程系林哥的 祝你一路顺风 台下顿时又一阵惊叹欢呼 林哥也太牛了 咱们全场也就只有5000人 他居然获得了4899票啊 男神太厉害了 林哥永远低神 接下来 有请咱们魔都大学的校长刘军 上台致辞 舞台下方坐在最前排的刘军 整理了一下西装的衣领 然后昂首挺胸的走上了舞台 嗨嗨 他清了清嗓子 接过主持人手上的话筒 这次咱们节目这么精彩 负责节目的吴大海同志功不可没 我听说 他为了今晚的节目 都累得晕倒了一次 这是何等的经验啊 这就是咱们魔都大学的精神啊 努力拼搏 自强不息 而林哥这个同学嘛 也很不错 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准备的压轴节目出了问题 是林哥同学临危受命 而且 林哥同学学习也很好 为人温和 和同学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孩子 很早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 他曾经一度怀疑过自己 觉得不应该把精力花在艺术上 可是 咱们魔都大学 是什么学校 咱们是鼓励跟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的 也正是因为咱们学校这种人文的培养方针 这才培养出了林哥这种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孩子 台下的胖子都傻眼了 我家老林啥时候自我怀疑过 还有 你咋说的跟林哥很熟似的 你老人家真的认识林哥吗 台下的教育局领导们则是在点头 嗯 魔都大学很不错 不愧是一所拥有人文关怀的老牌大学 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就是应该支持培养